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今天我想我們要講的是有害空氣污染部 那我就從比較 這個專長比較從這個健康的觀點 跟大家來做一些說明 那時間可能很充足 不過我盡量把我要傳達的 就我自己的觀點來跟大家說明 好 那 這個是 所謂有害空氣污染部 我想就還有一個定義 就是大氣中會造成癌症或是其他 其實不只嚴重 其實這個是美國環保署 上面的直接翻譯是要講嚴重 因為我看我們環保署還不錯 就是說其他可能的健康危害 那我想這應該美國好像還進步一定 那就是說有可能會造成這個 對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質 特別我想大家都會很關心的 就是在研癌症這個議題 因為癌症雖然 有很多的進步 在治療上面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癌症可能 假如沒有提早發現 也不容易 不容易這個 治療 所以這個大概還是很關心的 好 那講到有害空氣污染物 顯然它是空氣要從呼吸到肩癌 那我想很快講一下 空氣是最最重要的一個 讓我們接觸到環境中污染物 最重要的一個途徑 你看我們每天吃東西 像喝水對不對 了不起一天 賀兵 一千cc的喝兩罐 高雄可能喝多一點比較熱 但是也不會太多 三公升四公升 你不能喝太多 太多的水中毒了對不對 那吃東西也吃不了太多 但是我們的呼吸到一天會怎麼樣 進出了一萬公升 一萬公升 那實際上是很多 那這個是說 你沒有 像我們這樣做的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你假如要做一些輕量的工作 你這樣就更多了 大概可以加個五十個人 那特別是你假如要做劇烈運動 不一定劇烈運動 你做比較高 靠體力的 那你可能這個 會進到呼吸到更多 像你去爬馬拉松 那可能就二十倍三十倍 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你空氣污染有重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犯這馬拉松 這真的實在是很危險一件事情 好 那 下來 那其實呼吸道不只是說 進出了很多 那呼吸道其實 我們都知道 氣管支氣管 然後腳支氣管 一直分支 這個很特別 可以分支到二十三 二十三個 一分二二分四 二的二十三個分支 是有多少 八百萬個分支 八百萬 你可以想一想 本來氣管小小一根 後面接一個肺炮 來交換氣體 所以呢 你把它打開來 對不對 可以卡住一個 可以涵蓋整個網球場 那邊炸 就是說你 你整個肺把它打開來 攤平 只有這麼大 那這麼大的這個地方呢 每一個地方呢 都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這個肺炮 然後外面都有紅紅的 這個微血管 密密滿滿的微血管 而且呢 他們的距離很短 很容易這個 進來的污染物 很容易就從這個肺炮 就跑到微血管 所以呢 每天我們交換氣體的量很多 那 我們的可以 跟進去被吸收的 這個微血管 這個 涵蓋的這個 這個面積也很大 而且距離也很短 所以呼吸道是我們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吸收的管道 那另外很重要 呼吸你沒得選擇吧 我要喝什麼水 譬如說水不好 我去買水 對不對 那食物我可以挑 我喜歡吃的 但是空氣呢 沒得選擇啊 譬如說你住在後勁 那你就看著 看著這個煙沖 你不能閉住不呼吸啊 你的辦法啊 所以這個 這個空氣污染問題 是一個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必須要 政府特別要注意去處理 因為民眾沒有選擇 他住在這個地方 他就每天要吸這個空氣 好 那我們平常講的 通常會講到 空氣污染物 有害空氣污染物 我想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目前有空氣品質標準 剛剛有提到 就說 結合結合 跟它有關的一些 空氣污染物 像玄乳微粒 氣血污微粒 蛋氧化物 柳氧化物 臭氧 等等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剛剛這個 劉里志長講說 今天泡南風 所以好像好一點 但是呢大部分的時候 他不會泡南風 所以呢 整個台灣以前 這個其實是比較好的狀況 我看 通常東部比較好 但是呢 整個這些空氣品質規範的標準裡面 特別嚴重的是 細菌微粒 從北往南 最北往越嚴重 經常我想 不是紅紅牛的 經常有時候 很會 所謂的指爆 那這個部分是 大概是我們最熟悉 目前也有空氣品質標準 但是呢 空氣中 不會只有這幾樣東西吧 我想 大家在地的 可能會開始想到說 因為我們周邊 還有很多的 特定的工廠 那這些工廠 他排放的東西 他可能也沒有排放 沒有包括在這裡面 對不對 那所以像我們做研究的 其實會有一個 就是過去幾年 有很多的這個感覺 就是說 每次我們做研究 就是主要是探討 這些重要的空氣污染物 比較常見的 跟健康的關係 那我們就發現說 每次你可以看到有這個相關性 就是說 空氣品質高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個濃度高的時候 特別是細血糊為例 高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就發現說 這個生病的人會比較多 那這個部分的研究 往往你會看到 發表的論文 都是在台北市 那我會說 高雄市不是 濃度都比較高嗎 為什麼每次高雄市都 不會看到有相關性 難道說 高雄市的市民就比較健康嗎 比較不會生病嗎 那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呢 你就會思考到說 因為 氣血糊為例 它事實上是 上面可以有很多的成分 那它只是就一般的 這個空氣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那你假如在一個特定的地區 它可能有特定的污染源 那 排出來的 不管是氣體 或是有時候會連到這個 這個PM2.5上面的這些 這些污染物可能就不一樣 所以呢 我會發現說 那為什麼在高雄做不出來 因為可能你做的這個PM2.5 可能濃度很高 可是剛好 另外一天 濃度不是那麼高 可是它上面可能 剛好 披霧了很多 有害的物質 有害的污染物 可能是氣態的 它連到上面去 或是它本來出來 就在上面 那所以這個部分 就讓我們想到說 這個所謂的有害空氣好溫 當然不會是只有這幾種 會有其他的地方 特別特別是在特定的地區 像高雄 可能說石化區域 還有鋼鐵業 那這個部分 它產生的這些污染物 會有的影響 這個是要關心的 好 那這個我剛才講過了 就是說 除了一般的 我們剛剛講的 那可能大部分跟交通污染源 因為國外做的研究 也都是跟交通也關 就是交通污染源 對不起 我好像應該只有20分鐘而已 那你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魂化爐 除了這一些 因為這些都是燃燒的 魂化爐 火力化鏈場 石化場 鋼鐵場 所以它當然都會產生 全乳微粒 淡氧化物 但是魂化爐有大要吸 火力化性有重金屬 石化場 會有很多的 石化性有機物 鋼鐵場 它還有很多碳性化爐 跟這個肺海 那個關 那我很快講一下 就是說你呼吸到 這個吸進去之後 比較 最常一開始看到的話 就可能會覺得 眼睛癢癢 喉嚨不舒服 這是比較輕的刺激 可是呢 你可能會有咳嗽 會有糖 可是再嚴重一點的話 這白血球 就會跑到這個肺炮裡面 那你這時候 你就可能 嚴重的話 就有呼吸困難 這是比較嚴重的 那有人呢 本來就像小孩子 本來就有氣喘 也許他控制得很好 可是呢 因為發炎很嚴重 所以呢 這個氣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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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滑肌會收縮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黏液 因為你不密很多黏液 所以你這個 這個管徑會變小 所以這個呼吸就不順暢 所以你就會有氣喘 會響響響響 然後呢 發炎 長期發炎的話呢 你就會慢性支氣管理 譬如說你長年 長年就會咳嗽 有糖 那嚴重的話 到後來當然就會呼吸困難 嚴重入肯 你會呼吸困難 那另外一個是會氣腫 就是說你本來是會炮一個一個小小的 結果你是會炮中間的那個 肩膈都壞掉了 變成一個大大一個大大的空泡 那你空泡的話 交換氣體能力變少了 你旁邊就沒有微血管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大概平常都可以看到的 其實你會看到大部分的研究裡面 因為他們比較容易看到相關性的 大概都是在比較前面這一團 因為它離這個腹路比較近 你腹路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咳嗽 一般的支氣管理 你會看到在很多的 像高雄你看到很多石化葉 有關石化葉附近的醫學研究裡面 其實大部分你會看到什麼 比較看到這個部分 因為它比較接近 其他比較慢性的 後面就比較容易看到 那不只是呼吸道 當然還有所謂群身系 那看一下 那我講一下 研究最多最多的 就是玄乎微粒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 呼吸道最矮 其實血管疾病 這個是做動物實驗 這個動物它 老鼠它會長出一點點 這個血管裡面長出斑塊 假如斑塊全部堵住的話 你就會心臟就沒有血流 就心肌更傷 這個是呢 它給它吸六個月的這個 大氣微粒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這個 斑塊又更明顯 那假如老鼠給它 餵這個高指的食物 它大概六個月之後 就整個都蓋滿了 所以這個動物實驗 就告訴我們 這個是不只是人 動物可以看得到 那剛才像早產啊 出生體重新啊 現在我們看到說 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甚至呢 神經系統 像是退化性的疾病 我們做那個老鼠 給它吸這個 台北空氣三個月 發現喔 你把它放到水池裡面 它本來有一個平台 它會找到平台 每天給它訓練 第三天它很快就跳上去 可是呢 你給它吸了這個之後呢 它就會比較慢 就顯然它這個 神經系統的認知 會有影響 好 那這個是血無為例 大概研究最最多的 那其他的呢 其他就相對來講 我想就比較 比較少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很快講一下 戴耀心 這個以前不自然的 這個狀況 被人家害 吃了就戴耀心 真的這樣子 很慘 那戴耀心我想 全身性的一些疾病 肝臟啊 甚至癌症 都會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綠塑腸 好 那金屬的話呢 這個像這個是 身嘛 身在皮膚會引起很多 這個角質 嚴重一點就會 造成癌症 這個是鐵 比較嚴重的話 你的手就沒有辦法舉起來 這個是拱 你的手會站抖 所以你就畫圈圈 就畫部位 沒有辦法畫 所以重金屬的話 在呼吸道 中枢神經 桌邊神經 血液 腎臟 你的生殖系統 不會體育等等 都會有問題 那揮發性有機物呢 像中枢神經的抑制 大概所有的這個有機物 都很容易知道中枢神經 那桌邊神經的話 像正極環 這個人他本來應該 上臂要比較粗 大腿比較粗 他腫瘋 他腫瘋 肝臟瘋 肝臟瘋 的話 二角七角西安 三綠腳腕 這是肝臟 本來應該是產色的 那這個壞掉 就變黑白了 可能就變黑白了 這樣 好 那腎臟 心臟 生殖危害發展 一二層米 這個我們 有一個老師 他做半導體業的 一二層米 發現說 附路比較多了 他要懷孕就比較困難 好 那還有 再過來大家最關心的 致癌路 那致癌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 IAR分程 四類 第一類是最 最嚴重 就是人類的致癌路 那我們看看有哪一些 這很小 我給大家看一下 肺部的話 瓜瓜生 葛啦 這金屬啊 滅 然後呢其他的像 包括這個煙灰 瀝青 這鋼鐵業的 那膀胱的話 像生 這個染料業的方向胺 那肝的話 是生有影響 還有粒乙烯 這個均粒乙烯 那骨水的話 是本 那好 那所以呢 我們不講其他的分類 只講低脊致癌物的話 重金屬的話 像 剋啦 捏啦 都在呼吸道 那生的話 就像在泌尿道 皮膚也都會 那肺化性有機物呢 我想最清楚 就是本 本會白血病 這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 那另外呢 綠乙西丹裡 它引起肝血管肉瘤 那我們做的研究發現說 不只是很特別的血管肉 它會產生像B型肝炎 C型肝炎 C型肝炎 而且呢 它也跟我們的B型 C型肝炎 會有很強的交互作用 那三綠乙西呢 那三綠乙西 丁二西 丁二西是個很強的 基因毒性的東西 所以可能跟白血病有關 反兩億萬 白血病 所以看起來 這些有機物裡面 大概白血病 看的比較多 所以你看看高雄之前做的一些 石化病座病床 特別是在小孩子 看到其實報告比較多了 很多 或是白血病床 好 那差不多了 沒有了 好 那我想 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提供大家思考一下說 我們這個空氣中的 有害物很多 可能會有健康造成影響 那其實我今天是要講一下 就是有害空氣軟物 那癌症力圖 那連續監測 這個是 其實早上在那個 行政醫院 科技部的那個 那個 黑衛報告 在討論說 是不是可以 國內可以發展這種 連續監測有害空氣軟的技術 那早上討論一下 好像有機會了 對 所以剛剛有跟 管保所討論在想說 那是不是法規可以來說 所以待會 也回應你講 這我稍微點一下 那當然 我們民眾很希望 資訊公開 我想這是重點 那 那第一個當然先看 片會點分布圖 就是說 那 這哪一隻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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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我想大家很清楚 說目前台灣的 片尾的分布圖 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2007到2009 早上 差不多十年前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時候高雄大概是 五中 就是台灣最糟糕的 然後雲家幾次 那台中是第三 大概是雲家一個分布 那北部空氣質 比較好一點點 那 那大家大概都知道說 這個 那 那 那 我想 聽到 看我臉的時候 看POP的研究 都說 反正片尾的分布圖在美增加石 寿命其實少了0.63歲 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那個 因為高雄 片尾的分布是最高的地方 所以 片尾的分布在 這個 2014年的話 是33 所以高雄市人的寿命 是78.74歲 是六都裡面 片尾的分布最高 然後寿命最短 所以 基本上都 國際間 認為片尾的分布對健康的寿命的影響 那 那下面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幾年 中 南部的片尾真的是下降 那我這個是把 就是剛剛說 2007 2009 然後 那2010 2012 每三年 我就把它畫一張分布圖 那另外我還做一件事情 是因為環保署把片尾的做一些 手動能夠的校正 我又把它反校正回來 那因為就是說 因為我要同樣一個參考點 2010年是一個同樣的參考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 10年前的話 我們全台灣的平均是32.88 那 在前差不多六年的話 大概29.98 而已 那最近這個三年是降到了28.8 所以從30的降到28 我們差不多降了10% 所以過去十年 台灣的片尾真的是降了超過10%左右 那另外我用三年的平均 意思是把那氣象印字稍微濾掉一下 然後我想氣象印象很大 那另外第二個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整個減量的部分 高雄的時候超過40對不對 在十年前 但現在相對好低喔 30 35 我們台中都有點羨慕了 之前是不會羨慕高雄 現在你看跟台中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減量最多其實是高雄 那當然減量那麼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我個人比較認為是 因為我們發現 比如說雲林這邊二氧化硫的濃度 就是從2007是最高的 那現在降到已經超時批不批的 所以我們相信說 這時候把六星的這個燃燒塔 打入正常的管道 後來帶比較嚴格 應該是有幫忙才對 只是這可能沒有管在台中這套褲裡面 但是實質上應該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六星的下豐富這一大塊 你看整個就 雲林這邊就很明顯很明顯 那另外高雄市自己又減了很多 那我們知道 大林電廠在2013年除疫對不對 一除疫之後 讓我們磨零蛋對高雄的影響水渣 所以會降很多 那另外 五星去了一個關場 那高雄的中鋼的話 我據我得到的資料 這10年間其實二氧化硫的 降了40% 其他霧燃物蛋降了40% 所以這些所有的一個幫忙 大概就會讓我們的高雄這邊空氣品質 相對於在10年前就好非常多 那我們台中市其實 也有變好 但是好的並不是很多 那主要是我們台中市這邊的 就是大污染源 大概降的不多 那加上 中龍鋼鐵在2010-2013 開始投產 所以我們又增加一個 台中市第二大污染源 減一點點 結果他減的變化很大 那 那另外就回到一個小問題出來 就是說 理論上片29 是跟癌症有關係的 因為他是跟全市有關係的 那跟他也是一級致癌50 所以他跟癌症有關係的 但是 那剛剛有看一下圖 就是說 這個片2.5的高值 其實都是在 我們說的這個中央山脈的這個山線 就是說在 這個大里啦 竹山啦 嘉義市 就是沿著中央山脈 靠山的這個山線這樣子 那 但是 我們看我們的癌症地圖 我們癌症地圖 主要會在海線 就是在海邊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1972年 到 1972到1980年間 有關男性氣管 支氣管肺癌的一個分佈圖 所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那個時候 在中部來講 大部分是綠色的 也就是在全台灣的一個平均值 那高雄的部分 其實也不差啦 大概也是綠色黃色 大概也都不會很差 那經過了20年後 30年後到2002 那這幾年是2011 再一個30年之後 那我們就發現 這邊很多 中部很多變紫色或的紅色 也就變成統計上 最高的10%鄉陣 或者最高的10%鄉陣 那中間其實 就是說大家也可以看到 譬如說 那你就發現說 這個每個從 黃色變紫色 這邊 北部有一些變化 你就一個個數 譬如說 1990林口電場 林口電場在這裡 原來是綠色 1972是綠色的 那1990建場之後 那我們就發現到 在10年後 怎麼林口這邊變成紫色的 所以呼吸道疾病 就突然增加了 對 那台中電場這邊變化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變紫色和紅色 那麥店這邊也很多變成紫色和紅色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聲道電場 聲道電場 聲道電場是1960就燒煤了 所以我們看在1972的時候 這瓶紅色 所以表示說 好像跟煤的污染有關係 好 那到最近 2002的話 你看它範圍又更大一點點 八二年 供表這邊大概都高了 那另外 宜蘭大家認為空氣品質很好 對不對 現在範圍也很低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30年前的話 宜蘭的確 有關呼吸道的死亡率也很低 但是你看 最近這10年 這邊好多地方 尤其是東山這好書 好多地方變成全台灣 居然男生呼吸道死亡率 或癌症最高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見得要搬去宜蘭 對 拼圍也很低 沒錯 但是 呼吸道即便全高成這個樣 所以其實很難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另外 你看一下和平電廠 和平電廠 是2002年蓋的 那是原住民區 之前其實是黃色就是 屬於全台灣顯著低的一個地方 那我講原住民鄉 好灘好水 那你看最近和平台2002年興建之後 那這些變成橘色 就是比平均值高 那高雄的新達電廠也一樣 那1998就是橘色比較高 但是現在變紅色的變現 統計上最高是發生鄉陣 那大林電廠這邊就比較複雜一點點 就是綠色 那現在變黃色 所以好像大林電廠不太握股 剛剛覺得有藍眉的地方 就好像不太握股 但是你又再往下面看一點 這個好像靈圓吧 也變紫色 那之前是沒有 對所以從中間的圖大概有 基本上這些所有的電廠裡面 只有一個就是這個大林 好像比較不能完全解釋 所有的其他所有藍眉電廠 或者藍眉的這些水泥廠 或者氣冷工廠 或多少都可以幾乎是一對一的對象 那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 現在所新增加的這些 有關呼吸道相關的這些死亡 另外癌症的話 剛剛講大部分是海線 那反而剛剛談到的 譬如說大里啦 竹山啦 然後這個嘉乙 斗六這邊 其實沒有比海線來的高 那就是說 按照片蠔的濃度 跟這個癌症來講 中間有些落差 那我想大家如果 瞭解片蠔2.5 原生性的片蠔跟衍生性的片蠔2.5 那原生性的片蠔就是 如果這個電廠 它燒煤 那煤裡面有重金屬 它影響的範圍一般都是在海線 就是離它煙囪比較近的地方 就是在海線 做一個電腦模式這樣子 那衍生性的話 譬如說 排放出二氧化流帶好化物 它可能要經過海風 然後再吹到 我們剛剛說 三線這邊 在形成片蠔2.5 所以在三線這邊大概 它的高值大概都屬於衍生性 比如瘤酸 瘦酸比較高一點點 那我記得我們看到環保署 有一些 其實他們的檢測資料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如果這樣提的話 片蠔2.5裡面其實 還要了解它的毒性 同樣片 它的毒性可能不一樣 那原生性 尤其是藍莓相關的毒性是比較高 衍生性可能比較低一點 至少台灣的資料 似乎建立成這個樣子 那所以就變成 對我們來講很在意管治 那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 其實是全癌症也一樣 全癌症就包含更多 譬如說乾癌症等等 都進來 也是分布圖之類似的 那 那其實不只男生變了 女生也變了 譬如說大城鄉這裡 在三十年前 這邊女性的所謂的死亡率來講 是黃色的 就是全台灣最低 4%的鄉增 這就是南風的那個 許莉莉的故事 但是你看到現在 三十年後這邊變紫色的 變全台灣最高的4%的鄉增 所以無論男生女生 都有同樣的變化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癌症這東西大家講大概主要三個因素 一個是你的基因不好 所以三十年前這邊人的基因很好 那三十年後 譬如許莉他們家 基因應該還是類似的 所以不太能夠從基因來解釋 那第二個解釋就是說 那你的生活習慣不好 你這幾年 你這二三十年 你突然開始抽菸交病等等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件事 那第三個就是環境改變 那環境改變是剛剛看了 就至少很多這些藍莓的工廠出現 那所以 那我們看一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習慣不好 那這個是那個國衛院 衛生健康局所 調查全台灣的吸煙率 那我們剛剛許莉這個大神像彰化縣來講的話 它其實吸煙率是全台灣算是 偏低的鄉鎮 偏低的縣市 所以你真的 你跟彰化人講說 你的習慣不好 所以癌症多 他們其實蠻生氣的 因為他們真的習慣算是台灣是好 那反而習慣最差的是哪裡 新北 新北 桃園 然後還有這個苗栗 這些人習慣不好 但是你回去看一下 它這邊的 剛剛說在呼吸道的癌症來講 好不好 你看 有沒有看到新北這邊的癌症特別多 有沒有看到桃園 或者是剛剛說的苗栗 癌症特別多 沒有 所以苗栗人抽菸 習慣不好 但他們就是不得呼吸道方面的疾病癌症 所以從呼吸道 從說 社會習慣不好其實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最後只是要環境改變 比如這幾年應該就是 這些藍莓電廠 或者是這些 電污物業等等 在我們這些地方特別特別多 那當然一個資料就是說 從環保署的這個資料來看的話 那剛剛談到就是 這些一二級的這些重金屬來看的話 欠格苟生 那大概藍莓跟藍莓 無論是發電廠或者氣電工廠 然後牽差不多佔了30加29 大概六成左右 那藍莓的話 大概是4乘6加上8%也是5乘4 那貢比較少一點點 或兩個加起來大概25% 那生的話 藍莓電廠57 加上氣電工廠12加上67 所以可以看見 跟藍莓大概會在這四個 一二級自愛物質 然後暫停半以上 那另外剛剛我們看到說 在宜蘭那邊 那當然是氣電工廠加上水泥廠 那水泥廠這邊也 至少貢也不少 那貢也有 所以看起來好像都是跟 比較可以用這張這個表來解釋 而不是片2.5的質量濃度 而是可能是片2.5裡面 這些重金屬的成分有關係 所以我自己來看的話 那這些都是剛剛 就是鄭老師所講的 HAP有害控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去管 所以我一直在push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時候push的太過分一點 所以含包屬其實 就是他常常開會 也不好意思 我們總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向 那在這邊就是 台中電廠 他其實是蠻nice的 他很公開他的資料 所以我跟他要一些 你每個鍋爐排放多少 每個這個 每個機組排放多少 重金屬 他大概都給我 你等一下 憲哥鼓聲全部都給我 那一般來講 因為台電是公務人員 所以他本身不會去造假 所以我相信這個資料 是有一定的可靠度 那但是他大概沒有想到會做一件事情 我就開始去比標準 去比標準 然後 那比例下標準 發現剛剛 譬如說兩樣道的千顆鼓聲等等 他的實測值大概這樣 那這是目前國家的標準 譬如千 實測值是很0.0063 但國家標準是10N克 所以絕對合無標準了對不對 那格也類似 那共大概都類似 所以這六個重金屬 都絕對符合國家的標準 沒有問題 那當然現在大問題是說 那我們要管HAT的話 如果它是重要 為什麼要符合國家的標準 那時代可能會做一些答覆 那後來我就說 那我就開始拿一下這個 就是美國的標準 那美國在歐巴馬的那些 訂了很多有關煤這些有害的物料標準 那王子在這邊 你看王子在這邊 那我就把標準把它綁過來 那它美國那個標準是 藍原電電廠 那它是說如果舊的電廠 哪一年要符合這個新的標準 還有新廠的標準 那大概有兩條線 那對千來講 這兩條線連在一起在這裡 那這是剛剛這些 這十個基礎 歷年檢測千的濃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101到105 大概全部超過標準 全部超過美國千的標準 那同樣的 如果你看幾個 個也大概都全部超過標準 然後孔的話 有不少是超過新廠標準 那大部分符合舊廠標準 那生的話也大概全部超過 若隱幾乎全部超過 孽 濕都是 對 所以我想說我們可能 下一步可能在處這邊 應該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HAP5下一步怎麼管 那我就先談到這裡 那我今天就先針對這個 固定員的有害空氣網路的 過去做的事情 跟未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報告 那這檢到大綱 那麼我們針對目前這個 所謂的有害空氣網路 我們的廣益定義是說 可能造成人類癌症 或其他不良健康影響的空氣網路 我們通通認定是有害空氣網路 那我們參考了像美國 日本歐盟還有德國等等的相關的一個機構 他們對於有害空氣網路的一個定義 以及管制的方式 這是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要做這些管制的時候 實際上都是在跟國外去做的比較 到底我們做的夠不夠 那我們目前是在空氣網路的事情 細則針對有害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用所謂圖性網路的這個名稱 他大概是四大項 這個部分 大概是有蠻這個蠻細的一個規範 那像美國的話 他大概是在90年代的時候 他們有公告187種的一個 有害空腳用的管制物種 那麼他的來源 我們從固定源來看的話 大概是在這個石化葉 鋼鐵水泥等等 這個部分 是主要的一個排放大中 那另外再像垃圾的垃圾文化廠部分 其實因為垃圾本身他的這個含量 各種物質的含量都很多 所以他燒的過程可能會產生很多 那另外在這個車輛 加油站等等 這都是會造成可能的排放源 那我們的這個管制的目標 最大最核心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們為了要降低這個環境中的 有害的這個濃度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所謂 對民眾造成的一個 任何的一個風險 當然最重要是健康的影響 這個部分要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會考量的因子 就是從這個排放源 對於這個受體端 就是我們民眾所居住的區域 或是活動的一個區域等等的 從氣象啊從濃度啊 等等去做一個考量 那麼我們在這個參考 國外的一個管制的經驗 我們其實就把這個策略定得很明確啊 我們是從所謂的基礎資訊調查 到減量策略降低環境濃度 最後才達到我們這個目標 那麼基礎環境調查 這個部分呢主要是 先就我們國內目前的一個 有害的一個排放狀況 我們要先辨識 到底是有哪些物種 對於民眾的影響是最明確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針對這些產業 它的一個目前的工廠的設施現況 它的防制設備的一個技術 以及國際的一個管制的一個標準 還有目前國際的那些工廠 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水準 我們就依據這些作為一個減量的一個要求 那當然會譬如說定個法規啊 或是跟工廠先要求他們去做這個減量的一個 自主減量的一個要求 那最後呢我們會進到所謂健康基準 健康基準呢就是將所謂健康風險評估 所謂一乘十個負六 這個大家都很很常聽到的一個概念 健康風險去帶進去說去驗證我們前面的減量 是否能夠符合我們的一個需求 那所謂一乘十個負六 大概就是指說我們可以忽略的風險 那麼一般來說 有害當然是希望它能夠降到 越低越好 最好是在環境中不要對 不要不要撤折啊 否則這個部分會對民眾的健康會有疑慮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我們現在工廠 對於有害通交融的管制的一個現況 那我們在這個固定員的有害通交融標準裡面 其實我們對在負表一跟負表二 針對有害的一個管制 大概已經有明穩的一個規範 那當然有 有害通交融物 所謂的固定員通交融標準 它並不是特別針對有害通交融物去定的一個排通標準 它是整體性的一個 一個所有的空 不管是有害或是一般的 對影響空氣品質垃圾空氣污染物質 所以它的定法其實是比較一般性的 它並不是去針對說有害 因為有害會對民眾造成影響 所以可能是濃度很低 它就會造成健康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濃度值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可能偏高 好這是目前我們 在檢視這個方標準的時候 各界給我們的一個回饋 我們得到的一個訊息 好那我們在針對這個 所有行業別都要符合的固定的方針之外 另外針對十一個行業別 我們其實都有去定 入路續續都有一定相關的管制標準 那包括BOC的部分 重金屬 代曜性跟酸性氣體 那當然主要像是半導體業 鋼鐵業 電力業 廢棄物處理等等的 大概都有涵蓋進來 那麼以現有的空屋的管制制度 當然主要這四大面向是 空屋廢的排康量申報 以及這個許可的管理 以及這個排放的定期檢測監測 那另外是空屋的一個絞交等等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以現有的空屋的管制架構來做一個檢視 那當然以現在我們回頭去確認說 到底這些管制夠不夠 那我們會發現一個事情就是說 因為這個架構其實不是 HAP專門的一個制度 所以我們有必要去檢討 把HAP的這一塊拉出來 再去做一個強化 否則仲有這些面向的管制 對外線就是說 我們有管了這麼多 但是其實你深去看細節的話 大概還是沒有辦法符合 我們的一個管制的一個 最終達到健康的一個 保護健康的一個目的 所以這部分 請大家先參考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其實已經 已經有做相關的一個政策的管制 那麼我們從幾個實測指來做一個介紹 我們挑兩個 一個是本 一個是代號星 那本其實像剛壯師講 他大概也是 這個人體自來路 這個部分 他當然是 這個移動員跟固定員都有 這個排放的一個影響 那麼我們在這個調查發現 小港站的本的濃度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說 其實你看整個 全國的這個六個測站 我們在測本的 這個濃度其實都維持在一定的高值 所以接下來數 其實會針對本的一個減量 我們會推一個行動計畫 那其實從去年就開始推了 所以這部分是希望說 在未來的一兩年之內 能夠把本的這個濃度值 能夠把它降下來 那代號星的部分 其實他從這個民國九十年初的時候 開始 那大概就是一個很熱的一個議題 那經過這十幾年 這一個管制 我們針對 廢棄物處理的相關的一個製程 我們去做一個管制 發現說 大概我們做下來之後 這十幾年來做下來 我們大概濃度已經降到相對於 跟以前比起來是低很多 平均大概0.04 跟日本比起來大概 大概也是低於他們的一個 一個空氣磅的標準 他們是0.6 不是降到0.04 所以其實從代號星的一個經驗來看 代號星他其實一開始是做 所謂清澈調查 他把所有可能排放代號星的一個 污染源 都去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調查 他的一個排放的一個 一個強度也去做一個調查 那麼接下來就針對我們的調查結果 去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減量技術的一個探討 之後就要求說 我們就訂到法國裡面 那麼也去做一個這個 這個機查 去做相關的一個確認 所以才能夠把代號星的濃度降下來 那我們就參考了這個經驗 我們後續去推動我們所謂的這個 游愛空求量的管制 那我們當然是鎖定是 以前面的講到的這個 以控制技術為減量的一個基準 那另外我們會把這個風險凌固 這個工具帶進來 確認我們的一個施政是有效的 那我們策略其實分兩端 一個是從工廠排放端 那我們會以這個這個製程 能夠減HAP的最新的技術 列作為要求這個產業去做的一個目標 我們會把全世界大概 像MSCT最佳的一個技術放進來要求 那這樣才能夠確保說 譬如像林園工業區 大社人物工業區 這些熱點 因為他們的石化業很集中 所以他們可能排放的這個 有害控求量 可能會造成下風出的民眾 很明確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部分會加強去執行 那另外在受體斷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有所謂一般公平車站 還有相關的一個側站的一個監測資料 去掌握環境的一個濃度 那另外呢 我們除了一般的整體性的環境監測之外 我們也會去做所謂特定的區域的一個 一個目標性的監測 大概在兩三年一兩年之內去做監測 確認說那個區域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像我們署裡面大概針對林園 針對大社人物其實這幾年來都持續的做類似的監測 那回到我們的執行面上的話 我們會以法規就是定定所謂的空間有物的相關的排行標準去加研 那現有的制度面 像剛剛講的爬高中申報許可空屋費 去融入HAP的一個管制的一個制度 那另外再配上我們的一個排放量的計算 健康這個風險評估的工具環境監測 然後再去確認說 我們到底能不能符合我們的管制的一個目標 那另外我們針對 首先針對這個排放標準 有愛空氣館或排放標準的一個研定 其實我們這一次做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是以健康風險 當成是我們訂定這個排放標準 周界值的一個訂定的基準 那以往我們可能在做 所謂污染源的一個排放 排放標準的研定 我們可能是以這個 它對空氣品質的影響到底是 影響程度是有的 但是我們在有害的部分 有害它有一個特性是 它的排放量可能很少 但是它很毒 所以就算你排的很少 還是會對品種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如果導入所謂用這個 健康風險當成是 訂定周界標準值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其實它是推翻以往 在訂這些空氣餡量標準的一個邏輯 所以呢 我們這個部分會把它在排放端的部分 去做一個管制 就是說 我可能從受體端去回推說 好我從排放管道出來的這個 這個有害空氣餡物的濃度 必須要低於多少 那這個是要經由一些 一番的計算之後呢 就能夠去 去要求工廠說 你的這根煙囪 你排放的某些像13D27 像甲粉2甲粉等等的這個空氣餡物 你的濃度必須低於多少 那麼我們目前在做就是 我們會新訂一個叫做 固定5萬元有害空氣餡物的管制標準 那麼就以剛剛介紹的 我們會以這個民眾披露的這個濃度 作為我們周界標準值的一個演定 那我們這平息的一個過程呢 我們其實是把這個剛剛前面這個固定源 然後標準 副表1跟副表2 總共加起來大概500多種的一個物種 全面的檢視 我們再搭配跟美國的187種的 那另外歐盟 德國 日本等等的相關的一個 我們去做全面線的一個分析之後呢 我們抓出了77個是我們 我們要 列為重點管制的一個物種 那這個部分呢 原則上是以毒性高 大概有多國都有那種 那另外是以檢測方法為主要的一個 有檢測方法 那麼我們目前盤點完是留21個以上 是有檢測方法 那另外剩下的50幾個 我們數個環境檢驗所 在這三年會陸續的把它補齊 所以這一個77個最終在未來 我們會全面的納款 那我們今年度會 會優先推動21個以上 我記得是28個目前有方法的 然後有產業也是有在做這個排放的 那另外我們是以這個寄存 跟新色污染源去做一個分別 那寄存污染源的話 是以這個職業陸入值的這個 搭配安全係數 那我們是以小食質的即性陸入 跟年均值的一個 一個長期致癌的陸入影響 去做一個推算 那另外在新色污染源 其實我們這個公司這樣算下來 其實講白話就是我們是用10的-6 去做這個新色污染的一個 排放濃度的一個限制 所以那個工廠呢 未來他們在升級許可的時候呢 他就必須要去做相關的一個試算 確認他的一個 有愛通常用的排放 會符合我這個標準的規定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 加研其他行業別方標準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是未來會針對表面塗裝程序 還有我們最近這半年來 這一年來的綠語錫 VCM這個議題 去做一個強化管制 那為什麼我們會挑這兩個呢 第一個 綠語錫的部分 其實他也是IRC 這個公告跟EA的一個明確的自來路 那另外在我們這幾個月來 對於這個綠語錫製程中邊的環境的監測 我們發現他濃度重來是偏低 但是我們是希望他幾乎就是不要去撤檔 這應該才是民眾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要符合這樣的一個高標準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再去強化現有的管制 其實呢綠語錫他目前已經是我們 石化業的一個法規的管制對象 那石化業管制對象其實 我們以現有的石化業來看的話 大概他已經管的 管的一個層面其實已經相對是比較 比較全面 但是以綠語錫這個案例來看其實還不夠 所以我們 我們會再針對綠語錫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我舉例 像我們台方管道 我們大概是會再定時評論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另外在這個固定員房標準那邊 有愛空鏡用房標的那邊 其實這個綠語錫我們也會有一個標準 所以到時候他們在做製程的相關的一個減量 就是必然必須要去做 那另外從煙囪之外呢 我們發現易善雲是一個很可能 造成我們去測到VCM的一個原因 譬如說像這個 他的一個密閉機器的系統 像他的這個槽車在 在收受物料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低漏等等 那另外在設備文件的部分 我們是要求要採用無洩漏型的文件 其實我們定這個法規的最核心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希望能夠讓VCM廠 他周邊的一個VCM所被測到的程度 是能夠低於他的一個偵測極限 能夠讓他低到非常的低 這個才是我們希望能夠達成的 那當然就是要把他場裡面 所有可能排放VCM的構成 我們通通都要去一定的管制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 前面一開始講到說 我們辨識說 目前國內的有外負荷物的排放現況的時候 我們發現容積類的一個 排放的影響被大量的低估 被嚴重的低估 那麼目前的法規是針對車體塗裝 膠帶還有PU合成品 去做一個管制 那我們接下來 會把相關的塗裝業都納進來 譬如說金屬表面塗裝 造船傳播 塑膠品塗裝 印刷業等等 這些我們通通的 都會把它納進來 那麼我們目前是以這個 希望能夠新訂一個表面塗裝的法規 把所有的通通納進來 那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會以這個 要求它從 源頭的減量 使用原物料 能夠採用這個 不要這些有害的物種 那另外在這個 後段的這個處理部分 我們也會要求 那另外在制度面的部分呢 目前其實以空污線型制度 排放量申報區的制度 跟空污費的部分 那我們在排放量申報部分 我們會去建一個 有害空向物排放量的申報系統 那這個申報系統的目的 其實就是 回到剛剛那個 代曉星的管制 我們先見清一側 先確認它 到底是從哪一個行業來的 那這個部分 就是比較 這個部分 我們去訂一個申報系統 那麼申報這些物種 有害的VOC 重監處 代曉星跟酸液器等等 那另外在這個 許可制度的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 現行的一個許可證的內容裡面 能夠把有害的管制的標的 把它明確的納進去 那我們第一階段 就是從今年開始 我們會優先把這個 HAP的一個 在許可裡面必須要登錄 資訊要揭露 它有排哪些物種 它排放量是多少 那其實像現在許可證 其實也是open data 所以其實大家都查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會對業者 會有一個警惕的作用 就是說 其實民眾會掌握 你到底在排什麼東西 那另外 環保局在管理的時候 就可以運用這個 申報的一個量 去確認說 它到底有沒有符合我們的 一個未來的一個 所謂要推這個 健康風險的制度 那麼 未來其實我們的訴求是 希望能夠在這個 它的許可 可能必須要經過 這些健康風險的試算 那麼它如果超過我們的風險值的時候 心設 當然就 不能再去做合法動作 計存 就必須要去做某種程度的警量 才能夠繼續操作 那這當然是一個比較 對業界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創期 但是實際上 我們覺得 經過了一番討論之後 這樣做才能夠確保 從工業所排放的HAP 能夠獲得控制 那接下來是空貨的一個收費 那當然 以目前空費的一個收費的金額來看的話 其實有害它的收費的金額 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實際上 我們是希望藉由這個過程 能夠讓這個業者能夠去確認說 你這個部分到底有沒有必要去排這些物種 那麼我們會經由這個相關的 像這個費率的部分 未來當然可以去聯繫說 有害的費率的部分 可能必須要達到某種程度 對業者有一個警惕的效果 那另外搭配的相關的一個減量措施 那其實空費不是為了要收他的錢 而只是一個誘因讓他說 你去多做這件事情 減量 你可以不用去多付出這些金額的部分 那另外其實很重要 剛剛講到健康風險 這個東西要怎麼算 一人一把 對不對 吹完大家 每個人都說我算了才準 那麼我們就去訂一個系統 對來全部就用我們處理這一套系統 那當然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當然就有考量到說 相關的一個資料 排放的資料 還有他的係數要怎麼用 他的活動強度等等的 那這當然是整合我們所有的一些申報資料 還有製程的現場調查的一個資料 我們就去建一個系統 那當然我們建這個系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會去做這個HAP的排放清澈 那清澈其實為了就是去掌握我的一個排放現況 那麼其實還有一個更 更基本的一個工作就是 我們要去建本土化的HAP排放系數 以往呢這個系數我們都直接超國外 我們沒有國內的一個實際的狀況 那麼我們這個本土化建出來之後呢 未來我們對HAP的排放量掌握上會更完整 那麼剛前面這邊講到是我們的排放系數 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的一個採用之後呢 我們就會帶進去我們的一個評估工具 評估工具就會把相關的一個排放量推估 模擬的結果 最後健康風險評估的一個數值 算出來之後呢 在許可未來核定的過程裡面 他就是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這個部分未來這個算是蠻新的一個思維 所以這一塊未來納進許可自助執行之後呢 可能會有一番變革 那剩下我們在做這個環境監測 就是確認我們做前面這些減量作為 到底對於實際的一個環境的影響 到底有沒有減量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去收集 我們的HAP的一個濃度 包括光化車站 包括我們這個縣市跟中央的這個 用公務基金去執行的相關計畫 會去做環境的調查 另外還有特殊性工業區等等的一個監測結果 我們會去長期去做一個收集 另外在這個 我們的大氣的一個特定目標的監測 譬如說哈斯巴的監測 或是說我們懷疑可能有污染事件 要去做調查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就會不定時的去執行 有需求我們就會去做 那麼相關的一個指引其實我們已經完成了 所以縣市或是我們目前正在做 其實都有這個參考的ASOP去執行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將這個HAP 當成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管制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會在現有的空污的管制制度之下 我們去納入HAP的管制精神 才能夠確保HAP 就是說其實我們過去在空氣污染物的問題上重視的是量 我們會觀視到說排放量啊 每年看到這些污染這個濃度啦這些問題 但事實上我們心的這個問題是要關注它的值 就是說我們的污染物有哪一些 那剛剛我聽了我們前幾位專家的報告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確實我們不只要關心量 我們要更要關心說這些不管是玄武衛力等等 它大概有什麼物質 而那個物質對我們影響到是什麼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過去其實這十幾二十年來我從事環保運動 跟這個環保署交所的機會最多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經濟部工業局應該要負擔蠻大的責任 因為經濟部其實是直接主管到我們像林海工業區 林園工業區還有我們的大社人物工業區的真正的 是目的事業的主管機關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到就是經濟部工業局 所以陳良棟副主長等一下跟我們做報告 那順序上我們先就等一下都邀請高公市環保局 然後林林縣環保局跟這個經濟部工業局來跟大家報告 那很重要等一下他們三位報告完之後 我們就請在場我們幾位專家來做一個評論 這樣才可以有個對話 然後最後我們會開放有一個QA問答的時間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先邀請我們高公市環保局 劉政文劉部長 正對今天的有害空氣污染物的一個高公市的管制現況來進行檢討 那今天這個檢報大概就是主要分成空氣的現況 那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以及高公市目前的管制現況 以及未來或去的一個管制的一個重點 那首先我先針對高公市目前的一個環境負荷來做一個介紹 那目前高公市的總人口數為278萬人 那俠內總共有9個公園區 那排放量主就是排放量比較大的公園區 大概就是林園公園區、林海公園區、大發公園區以及人大公園區 那從六邊這樣都是目前就是在我們進發局 林有工廠根基證的一個工廠的加速 那我們也發現在近五年來 那大概俠內工廠的數目大概是呈現一個上升的均值 那從漸到去年105年 那包公市的一個俠內林有工廠辨證的加速 大概是7500家 但是這7200家裡面 補合就是環保署公告就是需要申請固定 那接下來就是針對近幾年來一個就是六部的一個空氣體 不良率的一個變化的趨勢做一下簡報 那上面這個指標就是黃貓鼠就是在以前的一個指標 就是一個PSI的指標 那這個指標它當然是沒有沒有參考 就是沒有納入那個P&N5 所以我們呈現數據就是P&N跟錯癢的一個數據 那也是也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那從這張圖人來看的話 那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高雲市大概是目前六部裡面空氣體質不良率是最高的一個縣市 那其實是灘蘭市 那這是因為我想包雄他 包雄是他的空米不良率的耗加時間 大概就是在美尼的十月到有點的三月 那因為這段時間台灣的盛行風向是東北季風 那高雄又剛好會處在台灣的西南端 那因為在東南風吹雪下 在高雄這個地方可能會形成一個弱風的一個緩和區 那當然弱風緩和區的行程 就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污染的過散 所以導致說不管是境外的移住 或者是包雄市本身自己產生的污染都很容易累積 那造成空米不良率上次的現象 不過從這個趨勢看起來我們也發現 大概從100年到105年 其實它是可以呈現 空米不良率是呈現一個下降的趨勢 那這個是環保署去年 就是12月1號所公告一個最新的AQI指標 那當然這個指標有參考偏而定這個指標 我們也發現說 我們再將它回飛到前三年 就是103年到100年期間 讓我們發現 在良好跟普通的這個指標 我們比例是逐年攀升的 那在對敏感的族群不健康 以及對縮群不健康 把這兩個比例加起來的話 其實也是呈現一個下滑的趨勢 那接下來是就是 就是 污染木濃度的一個長期的一個變化的趨勢 那我們統計了 從96年到去年吧 總共10年 那其中以 大概最近這幾年民眾最關注的議題 大概是PN5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96年的PN5濃度 大概是46微克每立方公尺 那其實已經逐漸下降到 去年的26.5的一個 26.5微克每立方公尺 所以在減量上其實是有一個顯著的目標 不過要達到目前 15微克每立方公尺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能力空間 要去進行 那接下來就是目前 就是針對 就是針對 放棄污染 我想這邊的污染其實不一定 它不一定是有外放棄污染的 只是說 我們放棄目前在管理上 主要還是依靠 就是固定污染操作許可證的這個制度 那業者他在提出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他評估 比方說 立狀物流氧化或代氧化物 以及揮發性有幾乎的一個排放量 那 取得 取得之後 我們會請他今天試測 那試測之後 確認他是 如何排放什麼 我們才會突發許可證 那目前的揮發的固定污染 排放性 當然有假權啊 流化性 也暗淡等等 那如果業者他是 就是他的排放的物種 如果有上面這些物種 我們就會請他進行檢測 另外還有一個是 特定的行業 比如說電力業 或是鋼鐵業 或者是光電業等等 他們也都有更 都有奠定一些 特定的一些物產物 比如說白藥心 重金屬 或者是山綠以及青浮端等等 另外在 就是空貨備的收費辦 裡面也有奠定 進行檢測 那如果業者使用到這些物產 之後他在進行空貨備申報的時候 就必須要依照他的 他的使用量來進行申報 那針對上面 剛剛所提的那些空氣文物 我們將他依照我們的行業 來進行一個分布 那我們發現 比例最高的是在石化驗 那這個時候可以包含 化學製品製造業 總共有261家 那佔大概有 佔就是公司裡面 許可列款的加速 大概有將近25% 那其次是半導體的製造業 也有大概10% 那第三的話是鋼鐵業 那這鋼鐵業 包含基礎製造業 那也是大概有將近10%的一個體力 這是什麼 這就是全部加起來 哦 只要有 對對對 那我想在針對有害空氣文 我們剛剛說的 主要是把它分配成兩個大項 一個分別是 有害揮發性有紀錄 以及重金屬 以及代曰性這兩個項 那因為在 有害揮發性有紀錄的話 在環保署其實都有鑑定 相關的一個行業 比方說石化業、半導體製造業 膠帶製造業 那在石化業的話 他就有必須要做到的管制物種 就不要含粉啊 加粉、二、加粉、綠、錫等等 那在重金屬籍 代曰性 這個列表方面 那也有列管電力業 以及鋼鐵業 那這兩個 當然他都必須要去做 檢測代曰性及立裝務 我想針對各行業別的話 就相關九度 即使石化業 環保署一定有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汙 管制機排放標準 那八王市在一百年年 也有 加鹽設備援件的 一個揮發性有機的 一個 叫他標準加鹽 他從一萬匹電 下修到兩千匹電 那在半導體製造業 黃泡鼠也有訂定 光電材料及 原件製造業 空氣汙排放標準 那當然這個 這裡面他就會 就會列管三綠里希 青浮酸 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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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接下 比如說最近 就大概就是 這個揮發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台電 那邊發電的這些業者 那八王市其實一百年年 也有加鹽糖 那在鋼鐵液的話 大概大部分都是 針對大耀性物的 來進行列管這樣子 我想那最後的 反之重點就是 我想到的是他 我們這邊當然是 從大兩千匹 我們就希望業者 他們將燃料 改變成一個 改用成一個天然氣 那降低比方說 重油或者是 深美的一個使用 另外我們也會加強 抽測那個 油品的一個含油分 那第二件事 其他下廠檢查 我們也會針對 設備研究的 揮發性的有機物 來進行檢測 那也從此 我們不定期的 到工廠面進行 去一個查核 那在轉末 轉制的方面 我們當然也是 即使定期 都會到工廠面 去進行 流氧或 或者是淡氧或 以及揮發性有機物 或是大耀性 中理署的這些 這些採訪的一個監測 那目前就是 在未來法規推動的話 包括去年 已經有嚴引 水泥液的一個 計案標準 那以及燃燒 設備的一個計案標準 那這個燃燒設備的 計案標準 我們是 未來的話 如果公告之後 當然就是會部分燃料整備 一律下延到雨 氣體燃料標準 也就是說 比方說 不管你用深煤或者是 重油 你未來的爬燒標準 就一定 一定降低到雨天然氣 他的標準一致 那他的爬燒標準 是流氧化物是 100DPM 帶氧化物是 150DPM 那你預計將來 就是每年這樣可以降低 流氧化物 1200公噸 那帶氧化物 720公噸 以上說 我今天就是由我這邊來代表 雲林縣的那邊 替大家報告 那其實 陳陸剛剛署裡面這邊 有講到就是說 有害東西 軟物在 他的來源非常的多 但是我想說 就是大家 主要的交流 就是在我們 雲林縣的 六星公益區這邊 那其實 也是事實 因為六星公益區 在雲林縣這邊 是他的 也是主要的 排放源 那個 污染源 那 就是我首先這邊 講到的就是 關於中心鼠的部分 那 中心鼠其實 他帶雲林縣主要的來源 就是大概是 藍莓鍋爐跟文化 那其他的行業 這邊比較沒有 那 在六星這邊 他的 藍莓的 使用量大概是 全國的四分之一 那 他的用量又是 佔雲林縣大概 98 99% 那所以 我們這邊主要的 藍莓鍋爐就是 在六星這邊 那其他的 在 雲林縣的 通融運行 就是一些 中小平的 那個 蒸氣鍋爐 那 在我們這邊管制就是說 我們這邊就是 根據 環保署的 公告解釋方法 進行 檢測 那 因為他六星的管道很多 所以我們 主要 每年就是 盡量把 排放量大的 規模大的 為優先監測的 目標 那 歷年的監測 結果大概就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他都是符合 目前現行的 排放標準 目前的法規 對 那再來就是 根據 有關 那個 空廢裡面的 特別物種的 這個部分 那 有害的VOC的這個部分 在我們 雲林縣這邊 他主要的來源就是 小面塗裝業啦 印刷業跟 文台製造業這些 那他的 主要的污染物就是 本類 然後 然後 乙溪類 然後還有一些是 綠乙溪 然後一些是 網類的部分 那他其實主要的來源就是在 甲粉跟二甲粉 那這些 這些來源主要就是在 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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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式的溶劑 大概大致上就是在 表面塗裝業跟 印刷業的部分 那 這個部分就是他 逐年的 變化量 他其實主要就是在 這個 這個本類這個部分 那 逐年的 原物料的使用量 大致上都差不多 那只有在 104年的時候 我們 艦內的那個 塗裝的他可能 產量比較大 所以他的 使用量也稍微多一些 那其實 其他的 互染物大概每年的 排放量是差不多的 大家有 就是另外一部分 比較關心六星的 就是大概是在 分離洗衣廠 這個部分 那分離洗衣廠 大概是在 85年開始 開始生產 那 他主要 在我們區的管制這邊 大概有 九根管道 那 他的 有關 費洗衣廠還有部分 他是 併在其他的 那個工廠裡面 去做使用 那他的 設備元件 他大概有 有 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九個 那 他的 分離洗衣廠 他產生的沸水 他是 我由那個 塑化沸水水養 通常主流 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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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 在 這對 六星 這個 VLC的部分 因為 在 在 2002年的 法德權政 他是在 103年 開始 以後 就是 VLC 就是全面回收 然後 Player 他不能在做 在之前一樣做為 長派性排放 他現在只能在 特殊事件 他要經過 相當程序 他才能去使用 所以 他的 那個 Player的使用頻率 有大幅的下降 那 到目前為止 VCM場這邊 我們這邊才沒有有相關異常的排放 那有關設備原件這一部分就是在雲林縣跟組裡面這邊 就是我們有就是增加那個我們就是抽選的頻率 然後六親自己他們也有就是有一些管制措施以後 所以在這近幾年來他的洩漏率有明顯的一個下降 然後洩漏濃度我們去檢測一些抽測的東西 他的那個濃度也有一些改善 那這個就是他那個目前的台灣量給大家參閱 那雲林縣這邊就是我們這邊還有就是有一個實況驗測車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針對依據六親的各級別的風向 那我們在六親周渣有選定的幾個測點 那會依據風向的部分去做監測 那在那個FDIR VGM的那個監測 我們會選定的兩個點在許多分校這邊跟那個南南福利道這邊 我們會根據風向的部分然後會去做監測 那其實在這個監測的部分 他的數據其實大致上都是符合法規的部分 那可是他的數據也只是不高 那所以這一部分就是我們未來還是持續努力去做監測 然後就是來管制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組在整個經濟部系統裡面其實就是在寫輔導 就是說對於這個工廠 就是這個環保公安的情況問題 用我們來去做這個輔導的工作 在政府部門裡面的工作就是環保單位去機場定標準 然後去你看剛剛有人說監測 這些都是由環保單位來做 那經濟部門呢就是其實我們這些 剛剛那些數據我們是不容易拿到 我們要上網去找 那我們是有如果說中小企業 那如果說還被取締 就是不合格那個地方環保體會通知 有時候會通知我們工業群 那我們會我們有這個一天的經費去協助 補導他改善 那現在目前是只針對中小企業 大企業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也沒有經費可以去補導他們 他們現在說只要你要求他做 因為大企業才有這個能力來做 所以目前大企業就是由我們來補導 這個各個環保單位來監督 那如果說如果說有什麼比較大的問題的部分 需要我們經濟部跟環保行來合作的部分 我們會在做部署的討論 那要怎麼樣去管制 訂一個合理的一個管制的方式 那我們來協調這些大企業 要怎麼樣去來幹 這是在政府當中可以做的事情 那其實工業局在從以前在做的時候 像譬如說以前電鍍業 這個說我們在做這種以前有一些有害的物質 那時候我們說這個國際上對這種運動 像譬如說有些比較有害的物質 那有些案例出來 我們對於某些行業 我們要求他 國際上已經有比較好的製程方法的時候 我們甚至就可以協調這些廠商 換掉某些有害的製程 把它換成新的製程 這我們可以要求 就是在跟環保單位合作之後來處理 那這是最後一道的方式 那當然我想說今天我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這是我們同仁幫我們合理的一個警報 來跟各位做的說明 當然有害空氣污染 顧著這個剛剛我談的 各個環保局已經講得很清楚 有哪些物質 但當然這些管制 我們國內的相關法規 每個環保單位都有訂出來 那我們這些產業 就按照這個法規來操作 就是說它而且要做得比這個法規還要連 就是說其實像我們到財能界 他們還會忘記 老師到標準在30 他們都做到20 其實他們一定是做得比法規還要好很多 因為他怕萬一有什麼狀況 那可能如果你做得在接近法規的那個值的時候 那不小心就會超過 所以一般他們都會做得比較好 那剛剛我看看我們兩個高雄市跟運縣 他們所報告 其實我們過去的空庫這樣子管制下來 其實有逐漸的好轉 那那個排放量其實也不是說 你就看到它的監測值不那麼高 那我想我們產業界做了很多努力 那其實在我們推動大型企業導致氣填生產 跟最佳可停控制技術的VACT這一部分 其實這個依我們的經費 大概就是有什麼VACT的技術我們會去收集 然後會跟這個產業界來討論 然後有一些以往我們也做了很多這種推廣的工作 那現在目前這個經費比較少 最重比較大的企業這種技術的推廣比較少 在過以前我們污染防治伏傳那個階段 那時候經費比較多 那時候一年兩千 現在剩下一兩千萬 看這個很帥 因為我們目前的整個 我們的計畫的經費都是從科專 那他們說 你這個是輔導費用 在科專不能接 就變得一直一直降下來 那我們是一直希望說 看看這個科目基金 因為科目基金每年的量會非常 那個從我們財界收了很多的這個經費 這個假如說 可以從由工業區和各地方的建設區 他們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立場 去做這種輔導 我想 因為你要我們叫小孩 一個是拿著鞭子 我們父親 那個是一個田田哥的這個角色 另外母親呢 可能是從跟他做朋友 然後就是帶著他 說服他願意改改 這很重要 這個經濟部 我們在科目基金站的角色 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是 跟他們做朋友 然後說服這個老闆 來投資這個改善 這個是另外一個角色 環保局是另外一個角色 所以當初我們這個 在環保好歸的訂定的時候說 請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 還不到板上 那這個就是 希望說我們能夠用另外一個 一個是拉力的推 這樣來做的可能會更好 那目前 目前我們的困難是 我們經費真的是少 假如能夠 我們也在跟環保主提了很多次 假如說這個經費 能夠拖一點點難 讓我們去做一些 把這引進性的技術 引進性的技術來推廣的時候 其實廠商假如做 它要投資的機會是很大的 當然我們有定念 綠色工廠的操額標準 它有一個清點生產履物系統 目前國內獲得很多 國內很多廠商 現在我看越做越好 就是很多國內廠商 他們為了他們生育 為了他們工作很硬的好 很多像我們半導體國內廠商 一看 就是這樣 進去裡面一層不染 那就是 那你看起來就像這個Hotel一樣 那這個 這是我們目前在推的一個 綠色工廠的一個 不好意思插一下嘴 中鋼市這幾年來 都一直不好 都沒有改善 沒有 他不知道我們這個 這個 他還沒有資格 你不要去叫他改善 不過工廠油 他這個不一樣的 我們會 他也是在努力 好看 好 那對於這種 其他我們有很多的 廣誓宣導 技術輔導 就是我們目前 在進行的這個 相關的工作 那對於中小企業 我們就有這個 如果控制國內廠商問題 我們就會做這種 去做這種輔導 那我們就請這個 產機委 還有一些工工廠師 還有帶著我們去 邀請你相關的專家 到工廠去做這種 去指導他們 怎麼樣去做這個改善 那對於這種 特殊性的這個工業區 比如說我們 剛剛也有 也有報告過 林遠 林海 像這個 像這個 我們有這個 像這個 自動 我們有這個 相關的監測系統 相關系統 特殊性工業區的監測系統 那麥亞當然也有 那這些 這些數據 甚至有一些 都會聯繫到 江公所 還有我們環保局 這些資料 依照我們 現在目前 以前在還沒有定 這些規定的時候 其實在南部 這幾個工業區 工業區 就有監測中 監測站 都有監測站 像林海 那為什麼 林遠跟大社 二三四天前 我們就監測站 那這些資料呢 但是現在目前 環保局 跟對著 特殊性工業區 要求一定定 有這個正式的要求 所以 現在目前 連林海 都已經有相關的監測 那 那工業區 為了改善空氣污染 我們覺得說在高雄 有時候 我們發現大陸上的 這個空氣污染是蠻嚴重的 那 就有那麼多的這種 這種重型的車在跑 還有這個 我們很多摩托車 那這個將 我們工業區呢 這產力發展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 推動 很多這種 汽車 電動車 電動摩托車 來取代 目前的這些 燃油 燃油 柴油車等等 把它取代掉 將來這個 那個空氣能夠 品質的更好 因為這些是 跟我們的 生活習性相關 就在我們周遭 那 我想 在 那個 空氣 幾乎 擁有的空氣的 新進的空氣 環境 是我們小時候 很期待的 那整體的發展 也要跟我們 這個民眾 都 異議相關 那我們想說 除了產力發展 以外 引進相關的技術 那 只要在 別的國家 大家有這種技術 而且成熟 有相關的方式 我們都要引進進來 然後 我們這個 老師們呢 就是針對這個 哪些是有害的 能夠把它 國外怎麼做 我們如果 國內 還沒有的 我們希望能夠 能夠比較 哪要求 這個廠商來做 這我們在共同 那 這個 在合理的 範圍之內 由 這個環保單位 跟我們 工業單位 大家合作 要求這個廠商 把它做好 這個是 這是我們這樣 共同的目標 一定要把這個風氣改善 現在 目前 我們已經努力到 PM2.54 20 20幾 我們目標在 十五 但是在亞洲這一代 能夠達到十五 的國家不多 還滿 現在還沒有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常常也都有麻衣害嗎 這個 這個 可能不容易 但是我們 我們台灣 我們都草島 我們希望讓它變成一個 亞洲的典範 看看能夠把大家 一起來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那我想 以上的報告 我們共同理 謝謝 確實工業局跟環保機關的角色 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說 為什麼剛剛 我們大林府的朋友 忍不住要 要發言 其實是大家對工業部門 長期忽視環境保護的不滿 坦白說 因為今天其實 今天是陳副組長來嘛 是永續發展組 那如果今天工業局長來 可能大家都要匯名 林海工業區 一天到晚都在爆炸 那個林海工業區 一天到晚有各式各樣的 污染公安問題 然後 講的好像一派輕鬆 好像工業局都做得很好 這個恐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坦白講是這樣 那個大四人物工業區 你看一天到晚在製造什麼問題 幾乎每個住在工業區附近的人 都對整個工業污染的管控 是沒有辦法接受啦 單單上個月跟這個月 你看那個上個月就是亞聚 試車又爆炸一次 這個月中油 新三星又給人家爆炸一次 你說台灣的工業污染的管理做得多好 我相信沒有人會接受 那我想這是來自剛剛我們大領土的朋友會 會忍不住想要講幾句話的原因之所在 因為大家看到包括中鋼 中船 中油等等各個機關 其實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我們也同意就是說 不同的機關有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也不同意工業局要扮演母親的角色 政府機關本來就是同時兼負責要管理 要有法治那一個層面 也要輔導 不可能純粹只是當爛好人 就是提供給他金錢 技術讓他發展產業 而不負責引導產業發展的角色 台灣整個工業污染的問題就是 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都一直在講助鼓勵這些高污染產業 不失掌進才會造成今天這個後果 我想實際今天 說實在民間願意辦這樣的討論會 就是其實是抱著很大的善意要跟政府對話 否則不會辦這樣的活動 就是說還要邀請各個角色來進行一些對話 那我們會做這個活動是體會到說 其實台灣社會是迫切需要這個各領域共同的努力 那可是努力之前需要先理解 有一個知識現況的共同基礎 然後大家對現實狀況有一個比較充分的掌握 在這個基礎之下大家可以進行對話 對話之後也許大家可以想想辦法 那我最近常在倡議一個觀念就是說 就跟我們在處理那個全球氣候變遷暖化的問題 減碳的問題一樣 就是叫做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 就是說經濟部真的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來處理這個事情 前一陣子林圈院長已經忍不住發脾氣說 這個經濟部在空汙問題上是都沒有積極在處理 是很明顯的經濟部要在這個角色再積極一些 那當然交通部門也要 還有環保部門還有地方政府 那我們學界 其實我們這幾位老師一直在努力倡議 那NGO也來努力 那個人民眾也來努力 事實上確實是需要各行可以起來 我個人大概在25年前到國內 我一直到現在為止 一直還覺得自己還蠻自豪的 大概自己回國之後 我推動了一個到現在為止 大家已經得到的排放標準 這個叫做打奧錠排放標準 你如果翻開這個打奧錠排放標準 它跟其他國內豐富的其他標準 有非常大分 它不是只有一個數字而已 這裡面有 當你要在檢測這樣的打奧錠排放標準的時候 你相對的要有什麼樣的操作條件 你空氣汙染防治設備要溫度降到多少 你的PM的值跟CO的濃度要控制到多少 那個出來的數字才有異議 那這個排放標準為什麼會當初這樣定呢 那當然我們當初其實用的概念就是大家今天在談 這個NESHAP 我們叫做Nethap這樣的概念 你如果翻開美國的網站去看Nethap 你會看到這個美國EPA的這個Nethap的網站 它是在1990年這個CAAA 就是美國空氣清淨法修訂版 在1990年的時候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有兩個重 為什麼會有1990的CAAA 不外乎就是這個 美國的一個UNDPA發現 它定了非常嚴峻的控污法之後 更沒有辦法執行 有辦法保障民眾的健康 它就要去修改它 那但是修改並不是說它不要保障民眾的健康 而是修改到可執行的標準 那這個可執行的標準 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NESHAP後面 如果你看美國的UNDPA 它會掛號有另外四個字母叫做MACT 那這其實就是我今天的重點 因為在25年前我推動Diosyn排放標準的時候 我就提出了MACT 但是我們同Committee裡面沒有一個人贊成 那最後我還是屈究於他們 就訂了一個最嚴的0.1內惡劃 雖然被罵了20幾年 但是我還是沒有後悔 我覺得還是當初是對的 聽這些前輩人的話就訂了MACT 因為訂了MACT現在可能更是混亂 更是混亂 好 我很快的把今天的重點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那其實如果我們要延續 因為剛才聽起來書裡面的報告 我很遺憾沒有聽到鄭老師跟莊老師 因為我有客人 但是我很慶幸的好像聽到書裡面的報告 就是我少見書裡面報告那麼負責任的報告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完整 我還是要給他一些肯定 而且方向是對的 但是結論卻是沒有 有害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標準 沒有有害空氣污染物的大氣標準 也沒有 都沒有 我們用的這些 我們跟HAP有關係的標準 都是其他的標準 VOC的都被標準 有沒有 沒有任何行業別的標準 沒有一個針對性的 沒有一個針對性的 也針對HAP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 大家可以討論出一個好的方向 怎麼樣推動 讓我們有專門對HAP管制的排放標準 來保障民眾的健康 其實這是我最大的初衷 很漂亮的初衷 那假設我們要follow 因為看起來這個環保組 應該跟我猜的沒有錯了 你看看那些內容 幾乎都follow這個 這個 SEPA的制度在這 那SEPA 他從70年 他其實就推HAP 一直到77年 我真正 這裡有一個錯誤 應該是1977年 他開始做這個 不是真正 應該1990年這個寫錯了 應該在20年之後 90年做空法的修正 那在空法修正裡面 1990年的 這個client amazement的一個 就有一個這個 我剛才特別提到的 EXPA 那這是唯一 明確的定出 空氣中的 有害空氣污染物的物種 有害空氣污染物物種 那從70年進步到90年 那我們其實今年是2016年 其實我們如果從 在上面70年比 我們已經完成了幾乎多少年 如果跟1990年比 我們都已經快要晚了30年 那這其實非常非常遺憾 非常非常遺憾 那從70年到90年 趁到90年之後的這些修正 跟有害空氣污染物有關係 最早期其實只有四個空氣 空氣中的有害污染物被標定到 那這四個污染物分別是10年 剛才雲林提到的這個綠乙烯 那以及一個大家 大概都沒有提到的環保圖 大概都沒有提到的這個皮 那當然這個皮的這個背景 其實非常非常複雜 我們目前可能找不到相關的法規 但是在70年代 其實他們就對皮這個物質 去訂了它是一個有害空氣污染物 那當然第四項是我們最熟悉的 就是狗空 那經過兩個重要的機制去管理這四個康判 那這兩個機制包含是 我們叫做LAER跟RACT 你可以看喔 我們今天其實在推重量管制 雖然我們的空污法是BACD 但你會發覺我們今天在高點滴 推重量管制 我們還在用LAER跟RACT 我們要求那些排放者 其實比較合理的可用的技術 有做管制我們就接受 那當然我們要求他盡可能的怎麼樣 達到最低的排放量 但是我們還是允許他排放 那當然我要更正的 允許他排放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剛才我們在談HAP 其實我其實沒有講過 在我環工專業這個領域的預題 其實不叫HAP 應該叫做AIRTAC 空氣毒物 那空氣毒物跟HAP 其實是有差別的 那個差別不外乎就是 做風險的人都知道 就是那個Luis Bancro 跟Dose Rage 有沒有通過原點 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的重點是在空氣毒物 我就根本不允許任何的排放 那我們今天談的是 允許產業界做一些些微的排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有給了他一個法制 那個法制就是我們可忍受 那等一下我最後會告訴你到底我們可不可以忍受 我們可不可以忍受 那經過這些 其實美國在90年的空氣清淨法的修訂 就是現代之行的空氣清淨法的版本 才提到BACD 其實BACD我們跟得很快 你看到我們空法的修訂 我們可不可以在90年前後 我們也就採用了他們的BACD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執行BACD 在BACD的同時我們在空法裡面也 灌入了總量管制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執行總量管制 依照前兩天才開始管制 好 到了修訂以後 這個有害空氣污染物增加了幾個項目 那這項目包含了粉 其實剛才雲林六清有提到粉 那P還是一個 另外一個叫做Colten Over Emission 那這大概就是跟鋼廠有關係 那再來就是這個 那再來一樣是水銀 那另外一個是Radiol Neutron 就是跟放射性的排放有關係 同樣的有磁化業的BACD 我特別要強調這個BAC 因為等一下你大概就會知道原因 好 那到這個時候 美國把針對於有害空氣污染物的控制方向 想要放棄 剛才我們環保股建議拿來幫一下 他不想從排放標準 不想從行業跌跌管制 他希望定技術標準 這個技術標準就是我剛才一開始提的 我們在二十五年前 我希望定打二十五次的就用了 Massima Achieveable Control Technology 那什麼叫做Massima Achieveable Control Technology 就是把現在擁有的 處理跟污染防止技術 全部拿起來放在統計圖上 去做常態分配 那個九十二分 一個標準騙他到兩個標準騙他的期間 大家都要求用那個九十二分的控制技術 去控制這個人物 那個叫做Massima Achieveable Control Technology 我們不用定一個定值 因為處理技術於提升 我們標準就怎麼樣 相對提升 那當然為什麼定的那麼嚴格 要九十幾分的標準 因為我們對這些有害的空氣污染物可忍受的範圍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好 那在 我們剛才看到我們對VOC也好 我們對 其實我們環保署 其實我還是要給他肯定 其實在HAP裡面 雖然他沒有排放標準 也沒有周界標準 也沒有 都是沿用其他的標準 包含固定源 VOC等等 那但是有一項標準 可能是剛才環保署沒有提的 我等一下會告訴各位 就是緊急應變 風險評估物可 那其實那裡面有很多都跟空氣污染物 空氣有害污染物有關係 那其實在90年 美國把HAP 從剛才我講的 四項 十項 一下子變到多少項 189項 那他的出發點 完全從民眾的健康風險 角度去看 那就是可致癌的 這個免疫性的等等 像這些東西 全部都把它列進來 把它regulate 把它要求 產業界要做什麼呢 他最早的要求 產業界要叫 我們叫做Early Reduction 就是你要盡早去做減量 而且他給他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 我們叫做3350 什麼叫做3350呢 就是這些產業界 尤其是什麼產業界 等一下會提到那個叫做HON 要在33種非常對環境跟健康危害的污染物 希望在十年之內 減少50% 那我們把這樣的Countdown叫做Title 3 那這有名列的表格 名列的一切表格 那而在90年的空氣清潔 修訂之後的4年 1994年 那他們針對於石化工業 他們認為石化工業是貢獻HAP 或是所謂AirTouch最大的充手 就像我們今天為什麼大家都完全留情 有沒有 尤其是莊老師對這個貢獻 他們訂了齁 那個不叫 除了我剛才講 這個N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NESHAP 前面架一個叫做Helitus Organic NESHAP 那針對什麼呢 針對來自於石化業的共產 那不僅要求他們3351 還要求他們做我剛才的Early Reduction 而且要對周遭的環境 去做監測 去做模擬 然後去做風險庇護 去做風險庇護 好 那所以 美國在過去這30幾年 OK 來 那他用的方法 不外乎 就是 我們剛才大肆有提到 用許可的方式 那以及 現在我們這些民間學者們 積極在做的 有沒有用風險庇護的方式 然後我們透過 剛才區執書裡面 跟民間學者都有整合 然後做一些模式 做一些 那些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 希望 這些有害空氣污染物 能夠從工業的來源 找到一些控制的方法 那這個控制的方法是什麼呢 其實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控制 來找到 真的我們不能 只知道我們處在危機裡面 對不對 我們要發展一些技術 能夠真的控制這些HAP 控制這些HAP 好 以下 因為他剛才告訴我 我只剩三分鐘 所以我趕快跟你 因為這些數據 本來我不應該在這裡公佈的 那我找了屏東的數據 為什麼因為我今天來高雄 讓屏東環保局都沒有出現 所以我比較安全 不會被利品 屏東其實是一個沒有工業的 但是屏東對HAP 跟我剛才講的 這個風險物種 去做了一些study 針對屏東最大的一個工業區 叫做平南工業區 你可以看到它有多少風險物種 這些風險物種的濃度有多高 這些風險物種 那當然 當初都有符合 我剛才特別提到的 基督環保局有一個工業區 風險潛視評估總策 那它也定了將近 應該是八十幾種對不對 如果我記得沒有說 八十幾種就是這些風險物種 當然這八十幾種風險物種裡面 如果跟我們現在的43種HAP 去做overlap 你大概就可以找出哪些物種 是我們關切的這些物種 那我們針對這些物種 去工業區裡面去偵測 有沒有製成會產生 那這個週間到底濃度會是多少 給你一個數字 一個結果 你會發現 我們那個平南工業區 工廠不多 但是卻出現 兩個 非常危險的物種 一個叫做E3 鷹鷹鷹 一個叫做BCC 這其實都是什麼 有毒物質 如果從我的標準來說 它不是HAP 它應該是AirTaxi 我剛才講的 根本不允許有排放 根本不允許有排放 那因為高雄有來 所以我順便也秀一下 跟高雄的關切數據 但是這不是針對高雄 是我們屏東在座的時候 去跟高雄比較的 你看看 林海工業區跟屏東 這些比較 其實老實講 林海工業區不會比我們屏東 好到哪裡去 做不定還更糟糕 這邊還更糟糕 但是要告訴你的是 這些工業區裡面 現在測到的 我們在這個製程裡面 發現的這些 有害空出染物 我們到周界去測 都測到它的濃度 而且它的濃度都超過 周界標準 這些數據是跟你分享 但是主要製程來源是什麼 未必是那個明顯 我們看得到的煙囪 反而都是什麼 那這是我要說明的 那這是我們屏東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 那一三定二七跟屏西群 大家都超 不論是從八十幾種風險物種一樣 或是從HAP的角度一樣 都超過我們定的周界標準 好 最後 這我先看回去 因為是今天的問題 我最後只跟你分析 跟你共同分享一個經驗 二十幾年前 我們定達奧士群 太陽標準的時候 那為什麼達奧士群 我們非常堅持一定要定標準 因為達奧士群這個 看管它有三個特性 在自然界裡面不會存在 一定的微汙染活動才會產生 那第二個 它的半衰期非常非常長 只要任何的生物體 碰到它 在它的血液中 一輩子都測得到它 有半衰期從三年嗎 到十幾年 到十幾年 那 我們當初為什麼均持一定要定 對於從化股 接下來對鋼鐵業 接下來對所有的固定污染源 都要定 那今天 大叔還是把他提到說 HAP裡面可能也要關切他 對不對 我給你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大概是 環保育從來沒有工作 但是我不希望他 光老師的後塵 所以祝你們千萬不要 不要告我 就怕上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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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也不喜歡 躺六順 我也很怕被搞 好 來 我告訴你 這是二十年前的數據 我們針對於Dioci 我們當初很聽真的想 那個焚化爐會產生當地 所以我們在焚化爐周遭去 偷這些居民的血液 然後去做carpool 去做pool 然後去測這個血液濃度 這維善在台灣各地那些焚化爐 包含了附近的居民 包含了在焚化爐工作者 他血液中的達到血液濃度 那幾乎都是從15到20左右 那這個叫做皮克 這個I叫做國際的排放盪量 PEQ 福氣盪量值 每克力 你可以看到 那當然 這裡面最高的值 剛好聽到我們這附近嗎 等一下就在這裡 這二十年前 那但是我非常強調 推HAV一定要針對方向 對方向 這是我今天最大的目的 最大的目的 我告訴你 那假設我們把它換成 從風險角度換成TDI 你會發覺 這是台灣各處的TDI 那一樣 我們現在這個地區 我們現在在做彈費的這個地區 也是最高的 都是2.5左右 那這2.5左右是什麼單位呢 每人每公斤 每天可以吸收到多少匹克的ITQ 你說這個數字應該跟什麼比較 WHO有一個 suggestion value 就是建議值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對不對 在國會致癌的TDI值 你才是多少 1到4 1啊 1到4 1的匹克 那當然 現在這幾年 為什麼 剛才那個羅子恩塔 特別提到1到4對不對 為什麼會放大到4 你知道嗎 因為世界各地都找不到 那個5和1的地方 8了 8了 但是我可以照顧 到底那個1跟4哪一個值 才是真正保護健康的 我跟你百分之百 台胸補充 所以一定是那個1 我一直都沒有 那這是20年前的數據 好 我的報告還到這裡 稍微稍微 就稍微 他們一下 剛剛聽到幾個 那環保署 因為今天是 完全提出另外一個新的 新的概念 所以我們最後再談 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 比如說剛剛高雄市 那高雄市其實我覺得 其實市府代表其實也很好 他知道高雄市是個維林區 所以這邊 北中南的這些 汙染物都會匯集在高雄 所以高雄一般來講是 就是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哪邊汙染物都會進來 對 他講高雄天天性的限制 那後來他 他其實最後一句話 其實我不太喜歡 是說 他準備把這些 各種藍莓來 最後就是用 天然氣的開放標準 對 那聽起來很好 不過他後來講出數字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點納悶 他是說 流氧化的標準是 100ppm 然後氮氧化好像 100ppm 對 那我自己有跑去 大函天然氣基礎去看 對 那我發現他的監測值 二氧化流是 0.0ppm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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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也就是跟剛剛 局所講的 差了大概一千倍 差了一千倍 所以 所以那個標準其實 因為 天然氣裡面基本上沒有流 所以 那會有點流 是因為他為了 怕 怕這個天然氣 這些中毒 所以他加一些硫化氫 那像他給 這些藍莓 這些藍氣基礎來講 他就不用加這個 所以那都沒有流 所以量出來就 0.0ppm 根本量不到 那氮氧化物的話 在大潭 他沒有控制的淡氧化物 完全沒有控制設備 他量到20ppm 那最近好像要裝 那個LONUS Burner 跟那個SER 那初步估計可能 控制之後應該會到 5到40ppm左右 所以整體會下降 所以剛剛我們說 要做到跟天然氣標準一樣 那其實那個標準有點是 我會講是有點騙人的標準 所以我建議說 因為這個有點錯誤觀念 我建議說 未來不要再講這句話好不好 因為會讓人覺得 做得跟天然氣一樣 其實那個標準是 比實際都沒有控制 還高了100倍或1000倍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 不太負責任 最好是不要講 那 那當然後來我們看到說 他要做 原頭 高雄市說要做原頭管制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就是說 你其實很多 像燒煤 或者是這些鍋爐的製程 如果你可以從原頭就天然氣過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問題都沒有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中鋼中油這些部分 因為它本身就是 就不可能用天然氣 中鋼它的煤 主要是它的原料本身 那其實我大概 就是前一陣子 我大概提出一些想法 比如我們空費大漲100倍 那重點就是把PM的 因為很多重金屬都是在PM裡面 所以說 我希望PM 目前沒有收空費 可以收排放 一克就一塊錢 十塊錢 那這提出之後 中鋼就來找我 他說 老師啊 這樣子我一年空費 要收200億 對 那我們就 我們有稍微討論一些製程 他說因為我們現在是用煤 去練膠 所以 這個一定就會在 但是他把煤已經變煤氣了 那變煤氣之後 其實很多那些 流感化 禮物的容量降得非常非常低了 但是因為過去沒有 好好去處理這一塊 所以還是在某些支撐 還是排放出來了 他說國際間其實 練鋼還是用這種方式 是用氫氣來練鋼 但是說那個技術不成熟 所以就沒有做 所以應該只有用煤練鋼 但是如果反過來講說 如果真的鋼 所以剛剛空保素有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 未來 一個是定 就是 就是某個標準 對不對 那再關係就是 超過這個標準的時候 譬如說救場 它既有了 沒有辦法了 我BAC在怎麼做 它可能就是 不然中間講 現在全世界就是 最好就是這樣子 我做不下去了 所以 所以這時候 剛剛空保素有意願 就是把超過標準的部分 那COVID可能調到 譬如我剛剛說 一克十塊錢 那這樣子的話 中間一下 哇 我要改製程 它就很有經濟誘因了 那當然這時候 可能空保素 可以想辦法就是說 好 我每年收你200億 如果你不改的話 但是 當你要改的時候 這200億 空在我這邊 你可以拿回去 想辦法做研發 想辦法用氫等等 那當然 因應未來氣候變遷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產業需要 額外的經費來 因應氣候變遷 因應HAP的問題 所以提醒我們需要一點 一點點周轉 那空費其實是很好 那 那目前空費就有個問題 是說收太多的話 因為 它每年收的錢 跟每年花的錢 要平衡 那如果花不掉的話 空保素也會很麻煩 所以 但是其他剛剛 經濟部這邊 也代表有講 對不對 好像經濟部一年的經費才 一兩千萬而已嘛 跟 我20年前回來 那個污染防治團 那一兩億 已經是 不成比例了 那一兩千萬 你說中剛 一年都可以收到 200億的空費的時候 它其實那可以周轉 所以 也許考慮就是 是不是環保組這邊 可以稍微 就是 空費的運用來講的話 就是能夠 開放一些用途出來 甚至 也讓經濟部可以來 來使用 甚至健保 可以來使用 因為 等等的問題 我想 錢其實最重要 讓整個制度可以轉 是錢 那看起來 其實中概很想改 然後經濟部也很想福島 那環保 鞭子也有 那現在就是 我們只能讓它 亂起來 這是最大的關鍵 那我稍微 看一下剛剛 高同事所講 那雲林這邊所講的 其實他也講得很清楚 包含 VCM的目前現況 然後本的現況 然後 最後他講一句話 目前這些所有檢測都符合環保署公告的這些標準 大家又沒責了 但是大家看我之前秀的還剩地圖 那個整個增加率 絕對超過10的負6 那個大概都是 百分之20 就是 PELS率 應該就是20%那個等級 絕對不是10的負6 那意思指的就是說 那 那其實 當然我們 國衛院的正式報告沒有出來 我們還不確定 原因在哪裡 但是我們只是向眼睛看的話 你就覺得超過10的負6 但是 其實回來 剛剛提到就是 環保所謂發展一個 HAP的評估系統 那目前我初步看到中心過測過去評估的版本 在67那些中心的評估好像都低於10的負6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就變成說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是說 按照目前的技術所設 或者是目前掌握到的這些重金屬的排放 酸出來瑞時代時的小一時的負6 但是我們實際看那邊的 這些癌症風險等等 實際的情況就是20%這種等級 所以中間其實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那問題在哪裡 所以變成說到時候可能會有很多的爭議會出來 所以這邊可能到 提供環保所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當然一個問題就是 我自己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可能主要問題是說 因為暴露途徑來講 不只是空氣而已 按照空氣來講 也許是7到也許是10的負6以下 但是剛剛林老師也提到說 像這些代曜行程生命週期 就是一下去之後可能就10年20年這種生命週期 那重金屬也類似 那其實剛剛看到那些整個癌症地圖 我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中部的重金屬等等的 那些排放其實不見得比南部來的低 那不見得比南部來的高 因為南部其實很多這些 所以以這種排放量等級來加上高 搞不好高雄的排放量是比中部來的大 但你看排陣地圖 它中部是增加很多很多了 那我記得中英過的時候 也做了一些評估 他發現就是說 很多的代曜性居然從農業廢棄物的燃燒出來 占了全台灣20% 所以很大的量 那當我們自己在猜就是說 也許我們中部的排放不是很大 但是它排放出來之後 我們中雲加南 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不下雲 所以變成台東電廠1990年代 排放的重金屬代曜性 現在可能還是在這些農地等等的地方 然後農民做露天燃燒的時候 又把它燒起來又再養成一次 所以一直在這邊做循環 所以就是到時候 考慮健康風險的時候 可能也不是只是算吸入的 尤其是模式吸入的 肯定要算20年前曾經排放出來的 在哪些地方 那還有就是這些煤灰 這些堆滋到哪邊去了 那這邊再養成的結果等等 所以整個其實系統是 比想像的可能更複雜的 許多許多 我稍微提醒一下環保素 未來那個系統可能要考慮到這一塊 好 那其實我剛剛其實是蠻歡迎 剛剛經濟部的一個代表的說法 覺得說 我記得那時候 台中那個鍋爐 現在大概過過50萬 那我記得在兩年前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就要推動了 結果環保局就跟經濟部講 那第一次林佳龍沒有主持會議 大概是局長主持會議的樣子 所以麻煩你跟空會來申請這筆錢 那去輔導業者 那我們的經發局 台中市的經發局不要了 所以 所以後來我大概很生氣 到處打電話 還告到副市長那邊去 那最後他就開始做了 那經濟部長很好 就願意主動做一些 我覺得其實很好 所以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很好的管道 就是要讓有這個輔導 有這些部分 那在高雄市這邊 比較 比較Lucky是說 我們的天然氣接收管其實就要永安 所以無形中 這個工業需要配天然氣管器 機會又比我們 那個雲林又大了很多 所以 所以這邊其實是可以去做一些 所以經濟部這邊 其實我很希望說 能夠從源頭上 能夠輔導業者能夠改善好 這是最好 那經費的部分 如果只有兩千萬 大概知道大家都不夠 所以這可能 可能真的要跟環保署 是不是很努力的 就修改空飛的運用辦法 然後 甚至就講白了 那 這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我可能回來 Coming剛剛數的部分 那數的部分大概是 大概我們跟你們這邊 我們倡議了好久好久好久 那數的部分 這是做了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那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台中電廠的重金屬排放 絕對符合目前的標準 然後雲林也是 高雄應該也是 所以變成說 過去按照所謂的BACT 定出來的標準 其實沒有真正管制到 管制到 這些有害空氣管的排放 那剛剛環保署提了一個新的概念 是說 我要從 反過來算 我是從 健康時的負六道過來算 看看 看看在周界的濃度 VC要定到多少 重金屬排要定到多少 那再從中介再到煙囪 對不對 我想 我理解應該是用這個邏輯來做 所以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我剛剛看到癌症這樣那麼多 大概order都是 10%這種等級 所以未來如果即使這樣做過來 是10的負6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考慮 如果10個污染症 是要10的負7 還是加起來10的 這可以討論一下 不過我覺得如果 倒過來算的時候 其實就 大家可以放心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不過他剛剛又保留了一下 他說新廠標準 可能是這樣倒過來算的 但舊廠的部分就是 用BACT 來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 舊廠來講的話 你要他關門 其實是有點殘忍的 對 他已經蓋好了 那這部分是用什麼方式來做 那的確是可以考慮 那剛剛好像 剛剛提了一下說 那也許就是說 你如果 按照這個倒過來算的 那VCM假設 你只能 假設是按照10的負6 應該周界是1ppb左右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剛剛 雲林縣也報告了說 那邊量到 好像常常超過1ppb 我會超過1ppb 所以就變成說 那按照這樣子的話 那VCM理論上 如果新的VCM廠 大概就見不了了 如果有符合這個標準的話 但這個VCM怎麼辦 那這時候 也許我就說 那你周界只能1ppb 你超過了 那我的空費就調高 非常非常的高 譬如說1年我可能 VCM可以收到10億 5億 類似這個等級 那這個 這個錢收到之後 我們是 要希望它改善 或者它改變製程等等 那另外我們現在 BACT有一個很大的盲點是 我們是按照 這個製程已經存在了 或者這個燃料已經存在 去訂BACT 那但是如果他常常講 在全世界沒有比我現在更好的技術 計畫就打翻了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我們有全台灣全世界 最大的藍煤電廠 跟第四大藍煤電廠 那他不去開發所謂的BACT 卻要等沒有藍煤電廠 比較小的藍煤電廠 去開發BACT 其實是有點過分 這理論上我們台灣自己要來的 所以我是很同意 剛剛數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把它調得很高高的 然後後面怎麼機制來轉過來 好 那我簡單就看不到這裡 謝謝 有害空氣污染物 就下一張 不對 我還是第一張 我還是先提一下 現在我們空氣品質來講 有一個是臭氧 還是很大比例的不符合標準 臭氧 另外一個就是PM2.5 臭氧又會促成PM2.5的生成 那我是建議環保署不要把臭氧撞掉 現在臭氧還是不符合標準 很大的比例 那麼PM2.5我們已經很關切了 今天就不再特別在提它 但是PM2.5裡邊 昨天我聽中文研究院周崇光 不是特別講 我們現在談的PM2.5 還是談質量 溶度有沒有符合有沒有降低 事實上PM2.5裡邊 有很多表面的毒性物體 或是含在裡面的毒性物體 包括PAH包括重金屬 所以它的毒性甚至比 所謂的質量溶度的意義還大 那麼另外一個1.2.3就是HMP 那當然您教授剛剛講也要TUS 這也算是一種類別 這部分真的是 能不能還是回到我剛剛的第一頁 最後一頁 教授我找一下那個答案 因為剛剛開的那個不是 教授我們把您印的那一頁給 好 那麼我幾個意見 我今天講得快一點 第一個意見是 我們現在這樣在做HAP的管制 速度還是太慢 太慢 美國187種 好了 那剛剛講 我們不管是用這個 二三類 十一種等等 那麼給你一年管制五種 那麼你可能五年 甚至更久 那如果還有更大的 你要從排放量的調查 你要從Emission Factor 還有細數的這些確認 你要從這些申報 那些整個的盤查 然後再來做所謂的這個許可 做所謂的這個定標準 那做所謂的這個監測 這個是另外 那當然也包括模式模擬 這是從排放量這樣來管 那當然也是一套方法 而且我們也做了很久 也做了很多 但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然後我們是不是從受者的暴露容度 跟風險 政治流病 來做一些比較優先重點的這個調查 那麼這是一個目前 我想要建議一個美國 那時候我在考察 有害空氣軟物的監測的時候 我們回到第15月 那麼他們的一個METES的一個調查 那麼這裡邊一個 我們常常要面對就是說 污染源從哪裡來 哪一個是最主要的污染物 那我就好 那這裡邊就是說 這是一個美國南海灣地區空品特區的一個研究 我用一兩分鐘來介紹 它叫METES 那麼這差不多是十年前 但還有更新的後來的調查 那麼事實上呢 它當然對的是一個南加州 那麼它用十個站 三十三種有害空氣軟物 採樣了一萬八千個樣品 分析了三萬七千個項目 那麼九十多萬個資料 它是每三天採一個批尺 那在它的一個夾區下 在這邊它對三十三種的有害空氣物 那麼這裡邊當然包括像粉 一三釘二錫 施力化碳 柯普 施力魚碗 柯普 那麼還有一些重金屬 還有一些像這個 申格皮六甲肉蟲千門內心 那麼也包括有害的 常常談到就是 原素碳 有機碳 那麼包括PM2.5 那再往 那當然它會逐漸做 互漏風險的分析 那麼得到一個比較 譬如說 得到一個所謂 什麼樣的原素 本第三釘二錫 原素碳 它所產生的這個 庫洛濃度 所產生的 群眾的風險 那當然它可以來看看這個風險 高還低 百萬分之一等等 這裡邊它就 最後有一些 污染人的 推路跟歸納 那麼譬如說 它就說 柴油車的威力 佔達人之83.6 這個在他們來講 當然這個是某種的研究 或是一個 某一個實際的個案 那麼 它就歸嚴於在這樣的一個 排放來源 那麼對移動研的貢獻 百分之93 那麼還有一些像是當地的這個 這個木材的燃燒 因為這個在他們冬天取暖等等 那當然這裡邊還會有其他的歸納 譬如說那些固定研 甚至農業燃燒 車輛 我就不在我們這邊講 那這裡邊是說 這裡邊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比較直接的調查 然後來看到底哪些的排放來源 對我們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不只是工廠 剛剛大概環保署都比較有一些工廠固定研等等 事實上我們還有各種的車輛 有各樣的電廠 那當然也包括甚至加油站 甚至剛講的魂化廠 那還有環保署也一直強化很多污染的生活型物 也有什麼燒香 拜拜 那我想我們還是要面對比較具體的 最大風險的來源的這個 來確認它 然後來做一些管制 來減量或是降低風險 我想整體來講 事實上就是一個減毒的概念 或減少風險的概念 我想我報告到這裡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環保署剛剛提的 看起來非常長的一個過程 可能不是很如何現在的需要 那現在事情有點滿急迫的 能不能讓民眾更減少民眾的這個風險 那當然就是降低所謂的我們的這樣的癌症 這樣的呼吸道疾病 這樣的生命的能夠不要再縮短 致死力的減少 那簡單提這樣一個基本的概念 謝謝 其實這是剛才我們看到空保署的報告裡面的其中一頁 那這裡其實 這個 這個 底下這邊其實有一行字 這個有一行字就是 需證明其排放HAP 於臨近授集點的濃度 要小於周界標準值 我覺得這個是滿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高雄以大社工業區來說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一些監測 高雄社環保局有一些監測 那我其實昨天晚上要上去看一下 其實到2016年年初有好幾個月 那個像那個二甲幾甲西安 那個三方公司的這個點心的這個產品之一 接著還是超過周界的主標準 那這個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我們的期待 那就是再把它強調一次 我覺得希望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 就是剛才老師跟我們 林老師跟我們強調 HAP跟AIRTOSIC有一點不同 其實在我們來看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毒性物質 就是不應該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那這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 叫吳明義 那他這本書我看了很久 還是常常沒事拿出來看一下 非常喜歡這本書 這本書書名叫 《家裡水邊那麼近》 那我這幾年就常跑工業區 還有一個感想 高雄市家裡石化場那麼近 包括今天來的幾位的朋友 林園的朋友 大力圖鳳壁桶的朋友 然後住男子的朋友 我想大家會有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們的家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工廠就在旁邊 像這樣一個景象 但很多國家其實 住家的地方應該是隔離遺帶 或者是近空的 但是這是我們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第二封密基金會 其實在就在這附近 一個國小我們辦的一場記者會 這是2013年的1月初 當時我們去統計就發現說 我們北高雄的工業區 如果我們用地圖畫一下 然後就周界三公里把它畫出去 我們發現有29個學校 好多喔 而且有些真的就才1公里多了 好像有些不到1公里 那南高雄的工業區也很多 周界把它畫出去3公里 有25個學校 但在這些國小 我沒有算幼稚園喔 那些都沒有統計 只是國小 那個時候2013年我們統計 大概就有4萬5千個小朋友 在這邊演習 後來隔了兩年 我再追蹤一次算一下 因為這個雙子畫 這大概 三公里面目前算起來 大概還有4萬個國小的小朋友 是在這裡 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邊演習 這是當時我們的記者會的照片 那這個是去年10月 就是我們在那個 陳曼立委的一個記者會上 當時我們是針對 當然就是這個VCM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關心要6千的問題 但是我們其實沒有人 很少媒體注意到 同樣VCM的問題 存在高雄 其實可能更嚴重 而且其實時間更久 這個卻是被大家所忽略 比如說我們來看 光是以這個台綠 台灣綠與西 這個地方到附近的重營火小 其實只要走180公尺就到了 180公尺等於大家從這邊走出大門 然後再下去可能不到捷運站 就180公尺 好近 那很多在北部的學校 都會的學校180公尺 校園走出去180公尺 可能是7-7全家 或者是賣雞排的地方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出去是大野充跟石花場 就是很慘 那當然還有大社 還有人舞 還有大寮 還有小港 都是有這種 只有一兩百公尺 比如說我們大林埔 鳳林國小 然後我們鳳鼻頭 那個鳳林國小 其實非常非常的近 跟這些大的污染源之間的距離 是相當的可怕 那這個資料呢 其實是聯大工業區在前幾年 由基因部工業局 所發發的一個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然後是成大的 李俊章老師他們做的一個計畫 當時就算出了相當多的物種是致癌 那特別嚴重的就是這些物種 就不一一念 那聯海工業區呢 其實也在這幾年也完成了一些 一些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雖然很奇怪 因為各種原因 那個上網一直有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就是 我們不太容易很輕易 民眾不容易輕易的取得這些資料 但是這些數字 這些物種也不太容易讀 那全部讀一次的話 可能大家全部睡著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我們從 我們從很多的報告裡面看到 譬如說我們在 我前面燈可以幫我看一下 這是我大概兩三年前看到的一個資料 這是中華民國環工學會 2010年的一個會議的資料 然後就把它登錄一下 其實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工業區的有害空氣污染物 管制標準的定定的出炭 那這裡面有中山大學的學界的學者 有第一科技大學的學者 做了研究 那這個報告它的結論 也非常明確的講就是說 譬如說它綜合了 國內外法規的研究 然後讀信等等考量 那也講到說 他們其實建議 實化工業區的第一階段的 優心管制物種應該有本啦 甲本 乙本 二甲本 一三定二稀 本乙稀 綠乙稀 一二二綠乙稀等等 這些17種污染物 其中它特別強調 其中一三定二稀 跟綠乙稀 並不是國內 目前30種建議優心管制的清單 各位如果 稍微搜尋一下資料就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很早就已經有說 要優心管制 30種污染品 很早就有這30個名單出來 可是到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管制 好像還是 甚至坦白說我們其實看到 還是有很多是研熙中 還在討論 那坦白說 這些工廠其實已經蓋在這裡 蓋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社區的周遭 蓋在我們小朋友所念的國小 附近 已經好幾十年了 但我們還有好多標準還沒訂 或者還在研熙中 那這只是大家都很容易 當落下來的資料 2010年的資料 的一個環工學會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看這個像 就是剛剛說那個 李俊當老師他們做的這個計畫裡面 講到人大工業區的標的物質 它裡面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三定二細分的 我覺得就是說整個 就是台灣在很多事情 讓我們覺得很匪夷所思 包括剛剛工業局 告訴我們說 沒有錢做這些補導等等 我們蓋廠的時候都有錢 然後我們在數鈔票的時候 錢都還蠻多的 然後那個發紅利的時候 某些廠商在發紅利的時候也很多 都不缺錢 但談到管制 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時候 好像錢通都不夠了 那這是我們覺得還蠻難過的 我想最後就是也希望 今天透過這個會議 還是我們就是要講 這個公民基金會 其實在311的 廢核反空物的遊行裡面 我們的反空物的訴求裡面 其中一項 就是希望競速可以加鹽管制 有害空氣污染物 我想乾淨空氣真的是基本人權 希望我們這次政府不要再讓人裡落空 說實在會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我想這個是一個學習的歷程 我們美濃愛鄉成立的時候 一開始是關注水 那個時候覺得 為什麼政府需要在美濃建一個水庫 這個水到底用在哪 後來詳細的去閱讀了環田書 然後才發現這個水是要運到工業區 讓工業用 那後來美濃水庫的案子 在大家美濃鄉親的團結的情況之下 把它打住 但是政府想要從美濃跟周遭地區 取水、榨水的這個動作 一直不斷的在進行 像在吉陽準備要鑽深水井 去抽更多水 甚至想要興建所謂的高坪大坪 去榨這麼多的水 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很不平衡 要從農村炸這麼多水 然後供給工業用 那早期我們對空墓的了解說實在 並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我們閱讀中里兒先生的日記的時候 他在民國四十幾年寫了日記的時候 都還有記錄到美濃每年到了春天的時候 空氣會有一層非常霧霾的那種感覺 那桌子上常常都是一層沙 所以在那個還沒有高度工業化的年代 美濃的空氣到了春天的時候就是灰蒙蒙的 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就認為那個空氣就是 因為春天河川的水量少 然後造成風造成了陽城 所以我們就很習慣春天就是灰蒙蒙的 那後來從報紙上閱讀到 美濃的空氣品質 臭氧的濃度 是全國排名前幾年 那個時候才發現 原來這個灰蒙蒙的空氣裡面 不是全部都是來自自然界的那個 所有的風沙跟陽城 跟空氣 這個空氣汙染來源可能跟工業有關 那後來是因為閱讀了地球公民發行的匯訊 才知道 原來空氣的汙染的總量還有內容 有很多很多是來自遠方的工業區 也就是說 那我們更不平衡就是 在農村榨取的水 供應的 餵飽的 餵養的工業區 那這些工廠回饋的是我們農村 可能會自來或是造成 危害我們身體健康的這種空氣的汙染 所以我們從前幾年我們美濃愛鄉 只要是高雄地區有滿空的遊行 我們就會組隊 不管人數多還是少 我們就會組隊來參加 雖然還算不上是千里條條 但是那個地緣的關係 總覺得我們又不住在人舞 也不住在大社 也不住在林園 那個工廠的煙囪不是我們每天接觸到的 但是我們呼吸到空氣 呼吸到空氣一樣是有害的 所以這個讓我們覺得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認識空氣汙染這個議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我們參與的不是很 不是跟地球公民基金會比起來 不是那麼的久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確實也發現到 其實像我今天就直接說環保局 環保局的幾位他們在這邊 還有環保局 他們在這邊可能是如作偵探 不過我覺得應該要給他們一些支持 因為說實在的 他們面對的 第一個是人少 第二個 還有外界各式各樣的壓力 每次推出一個什麼樣的政策 常常會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給這些 在所謂的公務單位 一些支持跟動力 你們做的事情是為了我們的健康 是為了我們後代的健康 雖然這個進程有點慢 我們大家都不滿意 所以常常會有責難的聲音 但是必須要堅持 往前 往好的方向去走 我舉一個例子 前幾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關於中油要擴廠 那中油要擴廠 董事長就希望把 我們這裡關掉的 關掉的產能 可以移撥到新的產 把那個擴打拿過去 但是高雄市環保局把 他的回覆是 基於高頻空屋總量管制 這個擴打不是可以讓你這樣挪的 但是我看了以後 我是覺得蠻高興的 但是我很擔心 環保局是不是能夠堅守這樣的 空屋總量管制的精神跟原則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 讓公務人員有足夠的力量去 堅持這個法規的 他的限制性 不能夠讓上面的人這樣子挪來挪去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勉勵我們的環保 環保 在環保的工作崗位上的公務 公務人員能多一點的支持跟肯定 大家繼續加油 謝謝 這是一個對話的好機會 所以我想就把這個時間 先開放給大家 可以先有一個提問 先有個提問 這邊兩位 那我拜託大家提問的時候 順便簡單的介紹一下 在這裡從哪裡來 好嗎 那個 有請在這邊 各位好 我是美濃愛鄉協會的理事 我叫李永龍 那我對台灣的這些環境的看法 是覺得說這個累積了很久 就從以前的客廳及工廠開始 我們很多那個家庭手工業 然後就創造了很多小型 中小型的企業 但是也因為這種沒有規劃的這種 這個生產方式也造就了很多汙染 現在我們的汙染是遍地開發 就是到處都有汙染 從那個我以前讀書的這個彰化 鄉下就很多電駐產 七十四年 民國七十四年 彰化就很多電駐 鄉下就很多電駐產 那現在為止 彰化的電駐產還是成長 而且更破產了 那變成說五檢 我現在看到的現象是五檢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 真的需要把這個 產業的那個方式 給它整個考慮 整體考慮過激 包括你生產什麼東西 用什麼東西 都是規範 比如說像PVC 我們現在都知道PVC有毒啊 還參的塑化劑啊 那它從生產 然後生產製造到用完之後 都是污染的一個源頭 比如說像國門美農民 這個每一年的冬季 很多雜座 那很多雜座他們都用PVC的那個 那個什麼 液草型 就是一個繁布 打在這個田上面 防止這個草長出來 那用完之後怎麼辦 直接打碎 不然就燒掉 燒掉 就燒掉 農民他就燒掉 那我問農民說這個有毒啊 他說一點點 我1.9我一看 一點點是這樣一噸 大概1.5公尺高 一噸 像一個機制 一分地就這麼多 就把它燒掉了 那PVC燒掉是變成什麼 耐用性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生產的東西 就有問題 用之後問題更大 那就回到我們環境 回到我們人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不能用的 我們就不要用 或者是 這些人不懂得怎麼用 我們也不要用 這是我希望說工業局 工業局 經濟部 去檢討這個 我們台灣到底 可以用什麼東西 更好 讓我們環境更好 我想從這裡開始 我們的HAPS 可以建設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永鴻 我想永鴻提了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 有些東西好像根本就不應該用 或者沒有必要存在的東西 像最近其實民間社會也在發起 就是減速運動 就是等等 其實跟這個也有一些關係 謝謝永鴻 等一下我們再請相關的人 再來回應 那第二位這邊請 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 專制律師郭鴻 那這邊我有幾個幾點問題 想要就交 就是相關單位這樣子 總共有9點這樣子 第一點是 我想要請問一下 環保署這邊 有關於 運行的事情細則的 毒物 毒性的這個 污染物的這14大象 那他的細項裡面到底是 足不足夠的 這個內容到底是不是足夠的 是不是已經跟美國 或者說跟日本這個相關的內容 已經是符合 已經是可以對應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如果說我們要來 針對這些毒性污染物 就是 就是要來做管制的話 其實最大問題 我覺得不是 後面的標準 而是最前面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監測 就是監測設施的這個管理 還有如何去做到這個 實際上我們針對這些 既定固定污染源 或者是新增污染源 他的監測設施的設置 要怎麼樣去落實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 怎麼 比方說連續監測 還是說定期監測 那監測的技術是什麼 這個我們技術上做不做得到 還是說他有一定的期程 那第三個是 目前的這個 排放狀況的技術標準 依照控制法 他是在 如果為符合空氣品質排放區 為符合空品區的情況下 他才必須要採取最佳核型技術 那如果說是針對 符合空氣品質的污染區 那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讓他有這個法人 要求他做到 他也要採到這個最佳核型技術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 目前我們的排放標準 到底夠不夠嚴格 就是 剛剛聽幾位 專家學者的意見來說 我們都 我們的廠商 都符合我國的排放標準 可是實際上 我們都很期待它更嚴格 尤其是 目前就是針對 幾個開發案件的環評 尤其 像我們一直認為台積電是 國內的好寶寶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 他能夠做到國外的那個 嚴格的標準 那我們現在的 排放標準的嚴格度 到底到哪裡 那第五個問題是 有關於健康風險評估 就是剛剛的一個回應是說 健康風險評估 要回來推算到那個 做這些限制 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滿好的 可是這個想法需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去做到這樣子的計算 然後可以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那再來第六個問題是 有關於空物費的收取的這個部分 就是空物費 其實我們目前空物費 針對毒性 我可以把第六個問題 沒關係我還是分開問好了 第六個問題就是 空物費的部分 我們發現就是我們其實 對毒性污染物的部分的管理 非常的薄弱 所以其實在空物費裡面 我們還是針對 力動的污染物跟氣體的這個部分 是比較多的徵收 所以說空物費的修法 這個部分 勢必也是要納入 這個整個你們的方案裡面 才會是其中的一環 所以說 針對空物費收費的這個相關辦法 也是這個吸塵的問題 也是我們希望 能夠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一個吸塵的狀況 那第七個問題是 其實就現在的設置 跟還有這個操作許可的管制 管理辦法 他們的設置許可證 或者是操作許可證裡面 他們就已經要 針對空氣污染物裡面去列出 他們應該要有哪些種類 以及排放量 那我這裡比較不能理解的是說 剛剛的報告是說 希望他們將這個 有毒性污染物的這個部分 也要納入這個 許可證裡面的內容 可是現在的條文就是 它要列啊 所以這裡的問題是說 所以現在是有列沒列 還是說 列得不夠仔細這樣子的問題 第八個問題是 有關於就是 目前高頻地區有推總量管制 那高頻地區推總量管制之後的 一個好處是 污染人 新增污染人的問題 似乎已經解決 但是減量的問題 可能看不出來 那 反而導致另外一個問題是 污染人就往中部集中了 他們新增的部分就往中部跑了 那這也是我們目前 目前在看到中部環民的部分 是中部的擴產 或者是新增污染人的 申請案件變多了 那這樣子是不是 中部的總量管制這個部分 也是一個可能 必須要去研究 納住一個整體的考量 那第九個問題 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關於經濟部對於工廠管理這邊 對於他們不符合 或是對於空氣管理 這個相關序格真的發行的情況 究竟對於工廠 應該要這樣講 因為空屋法裡面的所有的相關指辦法 都要匯商有關機關 所以我們其實從先前在推動總量管制 經濟部就是一直是一個最大的主力 所以就如同剛剛那個執行長跟蔡老師說的 就是經濟部在這邊的立場 可能是要站在協助環保署去達成這樣子 環境保護的一個角色 而不是說最後苗頭都會是卡在經濟部那邊 因為相關的辦法 真的是需要經濟部的會商的情況下 尤其是總量管制有關交易的部分 如果沒有那個交易的機制做起來的話 其實總量管制是還不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經濟部需要有更多的動作 才有辦法把這些東西推動起來 那最後就是我很期待明天行政院 據說明天行政院環保署 會針對這個空氣污染 做一個整體性的一個政策發表 那希望是一個更完整的政策發表 以上 謝謝郭律師 我這邊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距離我們今天預定要結束的時間就是5點20 大概只剩下不到20幾分鐘 所以我接下來請提問的朋友 可不可以就是在3分鐘以內 然後保留一點時間讓在座的幾位可以回應 有9個很回應 但是我建議你們先記錄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們綜合性的回應就好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了很多問題 其實涉及到不同的幾個機關 然後這邊有一位然後兩位 就開放最後兩位 壹昌還有這位朋友來 請 大家好 簡單的說 我很好介紹 我就是剛才說那個 台灣律與西校風處的中英國小 交十一年 那我現在是安靜國小的老師 所以林園跟大社公安學院 我們是專家 但是我對裡面的一些問題 我很有興趣 所以大概也追蹤了十幾個方法 那剛才那個律師 其實他有一些問題 等於是我要問的 但是我會幫他加強說裡面的東西 第一個 今天的主題是如何管制 那我先丟一個問題 剛才提到兩個公司 一個叫台灣律與西 一個叫做三方化工 那剛才也有那個 那個空造科的 就是處理操作許可證 那現在最近就是要推 104.6N就是空氣污染管制 對不對 這兩家公司 為什麼一直以來 他的周件 就是溶度 MEO線都超過了 他的操作許可證 還是可以拿到 然後 我要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律師講 就是說 操作許可證裡面 是不是有效的 可以去管控 所謂的現有的 固定物理工廠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我在現場發現 他的蜂蜜也是一直有的 草蜜也一直有的 那個切割的濃度也是超過的 可是呢 他就是有辦法拿到操作許可證 因為三年一次嘛 所以我都覺得說 台灣是怎樣 是很容易讓那個 烏賊工廠 抱歉 那個我以後再分享這兩家 我掌握的書 烏賊工廠這麼好過的國家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講到那個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對 林遠大林普人大的 附近的居民是感受不到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都是舊有的工廠 他目前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在高屏區實施對不對 其實他只有 就是剛才律師有 我幫你再講一句 就是 他新增的工廠 新設的工廠 會有限制住 等一下我要講台積電的事 來做這個 所以呢 總量管制的話 其實對現有的工廠 是沒有辦法 很積極的做 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還是在於 操作許可證裡面 應該要有效的去管控工廠 因為一般居民就是care兩個 一個就是癌症 就剛才幾位教授講的 癌症VOC裡面 有些是無性化化學物 那個我們就不用贅述了 第二個就是 髮指 剛才林杰教授講的 那個髮指 你超過了所有的 有糙魚吧 一般民眾會注意 我很快講 第三個是 剛才講的就是那個 固定瘟癌 大家一直在講嘛 對不對 其實高雄地區還有一個 蠻可怕的 我用本來講 其實移動的 汽機車的本 其實是超標的 可是我目前 這幾個 我確實都沒有看到 環保局呢 有效的去管 因為這跟 明明有關嘛 你如果打開二行程 全部都cancer掉 我看那個選舉 不用選了嘛 可是最近 那我很納悶的 就是為了 排機電要在路科裡面設廠 他就開始積極的推動 要處理那個 汽機車排放的問題 這是我很納悶的 難道我們的政府 抱歉 那個有時候我會做批判系的 都是專門在做 幫業者來做服務嗎 其實我們應該 要領著業者 來改善問題才對 不是啦 我們都一直配合業者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生煤的問題 就是剛才莊教授有講到 其實在高雄 不是只有大廠的生煤 其實最近都有一些 我們很快念一次 中籤 台本 甚至林遠 還有一個叫台石吧 最近這三家很 很快速的拿到設置 設置許可證 操作許可證 裡面全部都是燒生煤的 可是 一般人都不會知道這個問題 最後一個是 剛才有一個老師在幫我說 那個空運會的使用 是不是要落實 以上這幾個問題 那個 朱基祥老師 他長期在這個 林遠 跟我們大社公益區附近 有很多第一線的這些 觀察跟問題 今天我想 大家可能都會 想要把所有自己 過去 到現在為止累積的問題 想要多談一些 但是我想 我們目標沒辦法放這麼大 一直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 保留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 來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大家 我們出現 林遠 我們檸檬 社會分裂非常特殊 致 可以說是 我們檸檬人 人心黃黃 為什麼人心黃黃 因為 家室檸檬人 剛才聽說 都沒有什麼 人家出生的事 是不是 還有八千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五千也 錢 是不是 我們檸檬人 都沒有人出生 是不是 到了 八千、五千 都會轉移 所以我們檸檬人 如果我們檸檬人 可以說 人心黃黃 還知道 尤其是我們檸檬人 檸檬人 檸檬的空汙 剛才 可以說 我們檸檬人 可以說 剛才說 我們檸檬人 檸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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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我們這個老花 把老花放在老花 所以我今天說 沒有 我來把你檸檬一下 看看 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老花 可以看到 不可以 還不錯 把老花放在老花 來檸檬一下 接下來 這個作法空衣所佔的比例 應該是非常嚴重 空衣非常嚴重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政策系統做價 還是不做價 柯他剛才要把他打扣 他也要起來 大家不知道說空衣這個那麼嚴重 所以 以後 假法國民和港長都謝謝李宗鑫 那就對了 因為我們任務是在康海 很多康地 所以我們任務是很怕 我們任務有七萬萬 但是從來 封立大學 如果前照 然後,我們檸檬要怎樣? 我們檸檬賺負上嚴重的三、四的針也有萬多人 這三、四的針如果前照,他也是要... 所有的工廠都給我們檸檬 我們檸檬有七萬人,這十萬人要專業 所以我們檸檬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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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接下來,最後一點,我不再考慮一下 還有林海工業區,他這個工廠也影響到我們人物 保育到我們人物非常多 我希望工廠總量的管制絕對不能再寬 不能再寬鬆 一定要檸檬賺負負負負責 這對我們將來的人民性化負責 才有一個幫助,好好 謝謝,謝謝這位來自林源的大哥 我想,在烏蘭區的民眾 有時候往往要站出來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過去我們在關心像林源山區的一些問題 到現在為止就是擴廠之後 其實中下也也在做類似的一些擴廠行為 但是就是我們過去在跟高雄市環保局一直要求說 整個林源工業區所有的就是新增的工廠 還有所有的一些汙染的問題 要有一個完整的資訊公開 但很可惜就是高雄市政府對這個問題 都沒有給我們很明確正面的回應 那今天在談大林埔千尊 但事實上,剛剛我不曉得這位大哥住哪裡 就我瞭解,從西西、中雲、汕尾這邊其實 的處境跟大林埔是一模一樣 他們就是位在石灘工業區的南邊 這邊就是海的 都是被石灘工業區邊緣化的 形成一個住宅獨島的狀態 所以我想確實就是來自於這些汙染區的民眾 是一直受到這個汙染的迫害 是某種程度的,我形容叫做工業災民 那政府如何面對這些工業災民 真的確實迫切需要提出辦法來 那因為提的問題蠻多的 我建議這樣子 就是我想要先請環保署 先做一個回應 因為跟環保署相關的很多 好,那首先針對這個 我就綜合回答 對,綜合性的就對了 那我們在那個空法適應細則的 這個毒性汙染物的 空氣汙染物的這個十四項 其實他是給我們一個管制的法源依據 所以這十四項有沒有必要去把它明定說 哪一個項目其實在管制面向上 要看這個法源的這個授權夠不夠足 目前來看是夠 如果有必要我們會另外公告 那另外有提到監測設施的管理 這可能在廣泛像連續市場監測 可能定檢等等的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直持續在經濟 那麼像SIMS之前也是被質疑說 外界質疑說這個有問題 所以這個持續我們會在相關的法規 去做經濟 他也會去強化 那另外在HAP的監測這一塊 其實我們有考慮到未來可能會 在技術可行的情形下 我們會要求去推這個煙道的離市中監測 這當然是未來的方向 那接下來是這個BACT 在這個應用上面 其實我們現在最簡單的 我們不要去管它符合空氣品質 我們直接把它定到法規裡面去 所以相關的行業別的法規裡面 其實剛剛有提到這個VCM的行業別法規 其實就我們這種程度已經是BACT 甚至是比MACP更嚴的 我們直接把它定到法規裡面去符合 那現行的標準更不夠嚴格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才會去提到說 我們必須要去訂固另外的類外 公共產業標準 或是甚至等等有些行業別的有害空氣 公共產業標準 那這部分就是因為現有的法規在執行面上 已經有所不足 所以我們會去做相關的調查之後 確認它是一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會去研定相關的標準 那這當然是照我們的規劃 今年的部分 VCM跟有害的空氣行物 公共產業標準 今年的草案都會出來 那如果快的話 希望在這一兩年就能公布實施 那另外在這個降減風險的評估時程 因為我們工具跟相關的配套 我們都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實際上就是後面的行政機關 像環保局怎麼配合 那工產他怎麼試算 這個部分的重點是在這一塊 那這邊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當然這個政策就可以回動 我們也會盡速去推 那另外空污費的HEP部分 其實從1996年開始已經在收13項空污費 那這部分未來當然第二階段 我們今年年底以前也會提出 第二階段的有害空污費 有害的空污費那一塊的一個延期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許可其實有沒有效去管理 那這部分就是因為現行對HEP的管制 它沒有一個一致性的做法 導致於說每個縣市其實做的一個程度是不一的 有的縣市管得非常非常遠 有的縣市可能就沒有管的那麼的徹底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希望說能夠統一的標準 統一的執行的規範 然後也明確的告訴工廠說你要去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符合 那麼告訴環保局說你要怎麼去審 所以這部分我們的簡報去提到或許可那一塊 其實是要一致全國一致的做法 一致的標準 接下來才能夠去全面的檢視說到底有沒有效果 那另外高頻總量那一塊會移到中部總量這一個 其實在中部地區因為它的排放特性 它主要是集中在大的外圓像是電廠那一塊 所以在中部地區去推轉管制其實是有那幾乎困難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以減量為線型能夠做 所有行業都去減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去加強全國這個部分的外圓管制 雖然說在高頻推然後讓工廠的人簽到中部去 這個部分我們會去這樣處理 那另外有提到這個儀屋的部分 儀屋那個其實我們大概像 像那個高雄的小港地區其實一半一半 移屋跟雇屋大概各佔一半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移屋當然我們後續會 像明天的那個實驗的一些宣示 他可能會簽罪移屋的部分會有一些比較明確的做法 那公務費的應用其實因為剛剛這個很多學者 還有各位民眾都有提到公務費 公務費其實涉及到法源的依據還有運用的一個實際的效益 還有說大概這個資用的一個項目的合理性 所以這部分應該是一個層級比較高 貴階比較高的一個綜合面向的討論 所以這部分意見我們會帶回去做整體的討論 那這可能也不是我們這層級能夠處理 所以可能是需要多棒的討論之後才能夠會有個比較突破的進展 那以上簡短的回應 謝謝 我想那個因為大家可能都因為趕時間 所以回應的是蠻快的 因為內容太多 但是可能我想如果緊扣在今天的主題 我剛剛聽到的就是環保署這邊的回應 大家關切的那個固定污染源 那個有外放棄污染物的排放標準 有一個具體的時程是希望今年 是不是 我們今年6月 我們是拚今年6月要預告 今年6月預告 對 今年6、7月預告出來 然後預告出來之後就是找法制程序 那法制程序這個中間的過程其實 因為像現在有些跟這個產業的溝通其實一直在進行 所以這部分到時候 那跟像我們的民眾的溝通會同步進行嗎 對 就是我們預告之後 我們就會公廷延商嘛 我們是很期望說像這一類的公廷延商 不會要只是在所內台北 尤其是像剛剛我們為什麼今天發那麼大力吸邀了 高雄市環保局跟雲林縣的環保局來了 其實這兩個地方是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所以要考慮就是公廷會能不能就近 讓這些地方的民眾能夠參與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排放係數的這些標準也是在拼今年嗎還是 BCE的部分是今年嗎 BCE的部分是今年嗎 其他那個我剛提到產業那個塗裝等等 那個其實 就是看不同的物種 OK 謝謝 我只要講 可能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時程表 是大家今天所關切的 好 那接下來是不是請那個工業局這邊 然後還有兩個環保局 然後最後我們再請三位學者 好嗎 我想這個空屋 空屋啦水屋啦 各方面的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跟環保跟 必須要政府各單位大家努力才不然把它做好 像譬如說剛剛有談到那個彰化那個電視 我們工業局在張町町開的那個專區 我們開了專區之後廠商都不進來 大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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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幾個狀況之後 外面抓得很緊 第一期全滿 然後第二期都開發出來 全部都買 擺脫了 另外我們開第三期 所以第四個 兩邊起來 再把它抓 然後另外呢 我剛剛談到說 空屋的這個 總量管制 當初 我們就是說 整個 整個 整個機制如果沒有做好 那 出來的問題會很大 像目前我們高屏這個 已經空屋總量管制 出來了 以前 廠商是被 每一個廠都被 叫做指定減量 所以已經指定減量了 那現在目前 總量管制之後呢 發覺 高屋地區 現在要設長大概是 沒有那個量出來 因為大家也不會去做的都買賣 因為二量大家也很多都不會 放出來 所以這樣 高屏這邊的 吸的廠會群制下來 那舊的廠呢 排放量 因為 你知道那個 你如果不讓它一直更新 這個舊的廠 排放量是會增加的 因為 因為 你如果 他如果沒有 應該是新廠出來 來替代這個舊廠 這個整個 整個環境它會好 那要有這個更新的機制 所以我們缺少這個更新 整個就是慢慢的崩壞 我是覺得 將來這個高屏 大家可能要想一下 用什麼方式 讓 讓這個 讓這個 你這個產業 也 帶給你的工作 你的環境 還有你的產業 能夠更新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應該現在沒有 總量管制沒有去限制說這些舊廠不能更新設備啊 只是不能增加污染啊 它現在是 是所有的這個 這個 如果說你要有新的廠出來 那舊的廠才放到中間 要不然 要不然你的工作 就 可能是中間有一個工作的gap 會有問題 那目前 我就覺得 我們現在 發覺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 更新的機制 沒有 因為 因為 總量管制之後 發覺 我想 鋼龍市這邊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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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可以真誠地去想一下 這樣要怎麼樣讓這個 讓這個 沒有啊 沒有 我們試一下來談 等一下有機會再談 謝謝 就是 回應的主要是擔心 就是總量管制反而使得舊廠在更新上 碰到困難 新廠無法 新廠無法 謝謝 那個 可能先針對 老師您這位先進回覆一下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 高雄市政府在太舊二行程機車 是為了因應台積電 這個可能先跟您說聲 您誤會了 這個 我們當時在環境治條裡頭 就已經有明定了 109年要進行二行程機車 所以這部分 而且我們也是配合環包處 一些事情 政策來做一個 太舊二行程 那在去年 我們高雄市環保局是 4千塊 那今年 費用會越來越低 逐年到最後 可能就是沒有補助了 用這樣一個鼓勵的政策 並不是因為台積電的問題 這邊先說明一下 那另外有關那個 我們高雄市總量管制的實施 基本上我們市府 絕對會 配合一個總量計畫的一個要求 來一個落實執行 以上說明 謝謝 要不要回應一下 剛剛我們林園的朋友提的問題 對 他關心的是總量嘛 但是還是關心那個地方 現在說 包括有提到說 有些工廠 剛剛是逆昌嗎 逆雨溪 有一些工廠在 包括他的新的 新的讀可 是不是 新的讀可 裡面有一些 新的讀可 裡面有一些 現在正在設施處 過的是排行 對 就是這幾家 就是 林園地區的人民 擔心的是 污染擴增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這樣 好 這個基本上 如果按照總量的精神的話 你新設 製程或工廠 達到一定規模以上的話 那他需要 取得一個 消減量任何文件的一個資料 那在設置 操作 操作 取得之前 基本上 他就要有一些文件 那所以他一個 在總量制度的一個精神實施之下 他應該是 不會有所謂的一個 更大的一個量的 一個排放的效益 謝謝 我在想 也許我們會後 可能針對高速環保局 這邊 林園工業區 到底有現在的這個整個工廠 是不是有更新設備 或者擴廠的這些問題 我們再進一步研究 這是一個課題我們留下來的討論 那請那個雲林縣 沒有你的問題 其實有 雲林縣這邊目前 就是 全力配合 就是 環保局這邊心推動的一個法規的 提醒 那雲林縣這邊其實也針對很多 不管是在固定員 還是說移動員 或各的污染員這邊 也是很積極的 就是朝向資料理 還是說相應交平 或是這些 那個辦法去做推動 那我們現場是對這一部分 環保的問題很重視 那我們這邊也是 就是全力的在提醒這樣 謝謝 我剛剛說有問題 其實大家 剛剛提到有一個點 就是大家 對那個監測的數據 其實是打個問號 那台數六清之前 就是包括像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就針對的 這些自動連線監測的數據 提出有很大的質疑 那所以 剛剛我們其實都一直提到這些符合標準 但是符合標準 跟他實際的那個監測的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 是公眾是有懷疑的 也許這一點 可能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就請那個三位學子 可以先請鄭主任鄭老師 可以嗎 那我就提個意見 那個 我覺得那個 總量管制 那當然一開始是 就大概不可能新增 可是舊的話 因為還有沒有規格標準 勢必一定有實程要減量 那是一定的 也不是只是在增說新的 因為標準是定在那裡 標準就是要達成 而且 文保署已經宣示 至少像P2.5組織要達成 以前剛才講十年很久 可是已經要過五年了 這個一定是要在這個實程內達成 這個是最基本 不然法規定在那邊 不是好看而已 那P2.5以外 當然其他的 今天就是我們講的 有愛護覽物嘛 因為那個沒有辦法 cover所有的東西嘛 那有愛護覽物當然 現在好像是有草案 可是我想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當然我想最基本就是 以健康風險名物這個標準 來定一個標準 那但是呢 實程上面 是不是要再快一點 因為 我們不可能說 有那麼多的力氣 把所有的東西 都好好的一個一個檢驗過 最快的就是 已經有 要美國將近一百八七七七五兩百種 你總是拿回來 除非你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可以再去做一些討論 不然就先納入 然後再足以去檢討 這樣會比較快 不然我覺得 每次這樣子檢討給一兩項 這樣子並沒有辦法拿到標準 因為這個東西 勢必就是 減量管制 包括 一般的護覽物 第二天有在有愛護覽物 這個是 勢必就是要進行 雖然我 我在想要說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爭的 其實比較重要 其實在產業的部分 這個政府的政策在哪 你能夠把它調整 大概就不用在這邊爭 但是那個 那個部分因為其實是很大 因為你突然把它關掉 你會有失業 或是怎樣 但是呢 這個 目前在講這個 這個所謂的重量管制 可以 這是必要的 因為這個短期內 就只有靠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還有 我提到 剛剛這個主持人講到 就是說 風險公共的問題 就是公平會 應該到這個 危害最多的地位來看 這才 這才 符合這個 符合這個 通訓透通的道理 謝謝 謝謝 鄭老師的呼籲 請 張老師 對 其實 我覺得其實現在 今年度其實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 難得就是整個 部會都整合起來 準備改善空屋 那 那包含 就是很多的想像會出來 那 其實我們 我也在想像就是 經濟部這邊的經濟可以扮演 更積極的角色 也就是說 我記得張大學上次提到 就是 台積電換鋼鐵業 或石化業 這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可以開始來想像 就是說 就是說 假設我們的經濟風景 10的-6 你可以承擔 台積電的 10的-6 也可以承擔石化 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做一個 小小的量化 就是說 每單位風險 的GDP 類似像這樣一個概念出來 那進步其實是可以做 因為有這些 這些數據可以做出來 那 當你做出來之後 其實就很 比較清楚說 那我們高高頻的 產業應該往哪方向去轉 那我想這個可能要先 進步 再往前思考一點點 那 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想像一個問題 就是那天我們跟中干談一陣子 我就問他說 你的 你的產值 外銷多少 他說他外銷大概是三成 那我說國內市場佔多少 然後國內它佔一半 那另外 四分之一大概是電服服業 另外四分 另外四分是電服服業 那另外的四分之一可能是進口 那我就說那這樣很好你佔一半啊 對 那進口大概從中國這邊進口 那它透過這個 海 所以其實 其實這一段路線來講的話 因為鋼鐵是很笨重的東西 所以中國要進口過來 其實它要負擔這麼大的一個費用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 定一些法規就是說 那我們基本上中鋼就允許它 自己自主 類似像 鋼鐵 就自己自主 不要外銷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那我們是不是剛剛講說真的 以後煉鋼是用親戚煉鋼 那沒有關係 因為它50%是國內的市場 那我們只要因為這樣子煉鋼 或者我們空會把它調到高高的 那但是 那調到高到一個程度就是說 基本上進口還是進口不進來 也就是說它可以自己自主 但是就沒有外銷了 那這樣的話 那它其實只是把 以前是承接在中鋼附近幾個民眾的風險 那變成親來煉鋼 所以風險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只是把這個費用可能轉嫁到 我們台灣各行各要到鋼材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循環 我是鼓勵經濟不可以往更大大架構去想這個問題 到底我們高雄要往哪怎麼走 或者是台灣要怎麼走 謝謝 謝謝老師 那是請您接到 來 我想 我分兩部分回應 第一部分是今天的這個重點 HAP的部分 那 我是建議大使這樣子方向 就是假設根據最新的資料 其實美國在2011年有一個NATA 就是針對於HAP所有的風險做了評估 裡面 它做了這個Dose跟Response 有180種加上Diesel的PM 這裡面都有Cancer跟Non-Cancer的這個AirCast 都是跟Response管理器 所以我會覺得不應該再做比這個180幾種還少的公告 這是第一點 那而且我還希望他能夠加入一些本土特性的 一些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在調查 比如說我剛才講到比錫琴 可能都不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還加入來 那這是我第一個回應 那針對於雲林石化工業區這一塊 我其實有一個回應 我覺得應該朝那個 我剛才特別強調的那個HON的方式去要求執行 為什麼 因為雲林現在還不是總量管制機 如果你要減少他這些有可能的HAP的排放 他就要朝這個HON這個模式 這個管制機制去做 那我覺得這個 我還是強調這個標準有兩種 一種叫做排放標準 一種叫做技術標準 那會覺得 我剛才特別強調其實BACT不應該用在HAP 我們應該用到的叫做MACT 那MACT其實就是BACT的家園標準 他其實非常嚴格的 你可以去看 美國針對於以西類 他訂出來的MACT 這個包含了他應該用什麼樣的設施 他應該用什麼樣的轉換 他應該怎麼樣做檢測 他應該用這個檢測的幅度 應該在多小之內的侵害度都有 這個叫做MACT 我還是強調這個MACT才是未來 我們應該訂跟對於HAP的這個標準 那我回應一下剛才很多人的問題 尤其對總量管制的部分 我現在做一個回答 我覺得所有工業區都應該是總量管制區 不應該分只有在高頻 我說所有在台灣的 那因為總量管制區 目前只針對於三局防治區 沒有達到這個空氣品的標準 對不對 所以所以實際上 剛才有很多人講中油 中油只要不在高頻客廠 不受到總量管制區的管制 所以我會建議 其實大家應該很積極的努力 讓所有不符合三級防治區的空品的標準 都進來這個總量管制區 這才是一個大的方向 這才是一個大的方向 這才能夠管制到剛才這些排放量轉移的 真實的問題 不要太依賴許可制度 許可是拿來用管理的 許可不是拿來做管制的 管制要的是標準 許可其實是方便我們去管理 許可能夠幫助的其實是我們叫做reduce emission 叫做減量 所以為什麼我們總量 現在一直希望有一個任何排放量 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依賴許可這個部分 包含了許可的審查也好 許可的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你可能太高估了這個 許可扮演的角色 許可扮演的角色 好 那至於剛才有人提到 健康風險回歸到周界限制的部分 我們以往 像reduce 我們其實就是利用健康風險 推估到那個排放源的標準 但是其實要推放到 周界標準 我想是有非常大的困難 因為周界標準還牽涉到排放源 到這個周界來的擴散 旗向應付 這個可能性很不高 但是如果推到 我剛才講的 emission standard 那這絕對是可行的 這絕對是可行的 那至於這個空污費 收費也好 HAP要收費也好 我覺得這都不是資本的辦法 但是我倒是要強調大家 未來我們應該加強那個PM2.5的收費 PM2.5把它納入HAP 還有一項大家都沒有提到的 其實環保組已經公告 CO2就只得HAP 在環保局的法規裡面 為什麼沒有人強調這個CO2 是哪要做的 其實應該要回到那裡去 我覺得那個才是 才是真正的 那至於林園的朋友們 我還是要替環保局說些話 那其實按照法規制度跟總量管制 我們現在如果堅持住的話 是不大可能做非常有效的政量 那所以其實這個除非我們有 一些特別的詳異去換款 不然覺得我相信這個可能性 其實現在這個總量管制 當然如果退到說不執行總量管制 當然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以上是我個人希望能夠做到的一些回應 謝謝謝謝林教授還有委會的各位 我們稍微超出時間9分鐘左右 不過我還想就是剛剛其實提到的幾個問題 我作為主辦單位做一點小小的整理跟回應 第一個部分其實總量管制 現階段第一期程已經針對高頻地區 有100多家的工廠 舊有的工廠 其實已經有被要求管制要減量了 5個percent 然後現在也就是說 一場你提到的不只是對新工廠 包括對舊工廠已經被要求減量 這是在第一期程就做到的 只是要等到就是等於是 今年年底看他們能不能達成 那第二個部分是2018年要啟動的第二期程 才是角力的關鍵 到底能不能使得整個高頻空民區 整體上這些被管制的600多家 能不能減多少 這是一個我們跟工業部門 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角力長 我這邊先預告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其實莊老師特別提醒的應該是 對於產業政策的評估 最近其實地球空民在關切就是 雅泥台泥就是台灣的水泥礦業的問題 都牽涉到說我們付出的成本代價非常高 可是我們有兩三層是外銷 剛剛聽中鋼也是一樣 中鋼其實對高中地區 或台灣整體的環境成本其實非常高 可是它有三層是外銷 如果我們的鋼鐵政策是主要是要應付內銷 提升鋼鐵業的附加價值 或許我們不用付出這麼高的代價 或者我們可以更用更好更放心的技術 來解決中鋼為台灣或者為高雄所帶來的這個污染問題 甚至就是說台積電現在最要進來 那我們要用什麼態度去看它 我們是不是應該用更嚴格的標準去檢視 整個整體的高雄的產業政策 而不只是針對台積電的問題而已 那第三個其實林杰老師提出很多具體的東西 就是包括2011年NATA的那185個物種 加上台灣的本土種 本土的污染物種 那這些東西其實確實是立即可行的 我們也希望說環保署這邊可以納入去做總體的思考 總體人員大家比較關切的是 就是不要腳步延膽下來吧 有些事情很明確的 包括鄭教授也是提 很明確我們已經知道掌握的資訊 應該要針對那個 就是有害空氣網路的管制能夠盡快上路 這是大家所共同關切的 那最後整體而言 我在想其實我們高屏地區 或者是包括雲林各地的朋友 尤其是工業區附近的人 其實一直有一個焦慮就是 對於政府資訊的不透明的問題 其實是搞不清楚 包括剛剛林園或者是我們大林股 或者是我們所關切的這些污染區 這些工廠的動態 我們很少能夠得到政府的直接資訊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現在那個環保署的APP 這幾天才加入了那個 就是那個SIMS的那個資訊 可是SIMS管道的廠家畢竟不多 可是像在林園工業區大社工業區 這些地方每天都有一些工廠在運作 那甚至我們看到有些新工廠在運 就是在更新或者新設備在動的一些動態 可是人民不太了解那些東西 或許就管制上大家會覺得好像沒有污染怎麼樣 可是那些工廠到底在運作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能大家會想要再了解 那二方面就是不可否認 我剛剛其實有一點小批評就是說 整個我們看到現在台灣的工業區的管理 是在我們看來還是非常鬆散 要不然怎麼會一天到晚都有這些爆炸 外洩這些問題 就是這個頻率高到大家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才會有這些焦慮跟提問 我覺得這是在整個台灣工業管理上 恐怕需要就是再進一步強化跟管理 那至於今天的主題就是有害空氣管問題 我想想可能接下來我們會期待就是 就是環保署這邊既然已經有一個明確的進程 我們非常肯定 但是接下來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來跟民眾對話 然後讓人民多理解政府的這些具體的主張進程 然後能夠跟得上腳步來理解這些政策 是不是能夠發揮它的功能 謝謝大家今天的一會參與 謝謝大家